好的 好 谢谢 谢谢本来老师 我们开始了 那个 今天呢 咱们其实就是说 讲的这个话题之前 我先把我的video 待会就关上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模拟的训练 然后开始讲我们今天 整个的这个简历面试 因为刚才像校长说了 我们今天是 这个今年的这个公益讲座的 收官的最后一课 所以呢 我其实是想带着大家 整体的去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三讲的内容 包括 结合我们真正的这些 面试简历的这种场景当中 去帮助大家去理解 以一个面试官的角度 然后来理解说 面试官究竟想看到的 什么样的内容 我现在呢 把我的video先关上了 因为有的时候呢 这个需要 我的这个video开着 会让你们容易走神 等待会那个 整个这个讲座结束之后 我在打开video之后 再现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有群里面的答疑时间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自己先写下来 然后这个 等答疑时间开始的时候 大家在网上面发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假设一下 现在你就是一个面试官 然后呢 你看我的这个slide上已经写了 You are the interviewer today 然后我给你们一个场景 你呢是一个 有亿万身价的富豪 我们讲嘛 至少上亿 然后呢 在你的 你现在要招聘一个职位 我跟你说一下 招聘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 在你这个家里当中 和公司啊 包括这个为你身边 为你工作的人员当中 有一个管家 有两个厨师 一个做中餐的 一个做西餐的 有一个司机 有两个秘书 一个中文秘书 一个讲英文的秘书 有两个用人 用人和管家不太一样 用人是帮助你这个 打扫卫生啊 然后这个 整个做清洁工作的 然后有园丁 为什么你住的这个豪宅 上千万的豪宅 需要有人给你做landscaping 然后每天 那个 让这个房子特别漂亮 还有一个飞机师 这个飞机师是什么呢 就是 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在这个疫情当下 你也不需要 等待机票啊 然后你想去哪 你就可以乘坐 自己的私人飞机 出发了 那我们 整个这是一个团队 这就像一个大公司一样 我为什么要以一个 亿万富翁的家庭 作为案例 而不是以一个公司呢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讲 你是一个公司的主管 或者你是一个CEO 你是一个面试官的话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太 我们每个人 有不同的职业背景 可能我们对这种 生活或者职业的这种 中间还是有一些gap的 我们就很难去描述 我们以一个家庭 为场所的话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是可以想象出来 我需要这个人的技能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请的 这个职位是什么 我们要请一个司机 为你开车的司机 为什么我们把司机 作为一个职位 然后拿出来 然后不 不用用于管家 或者是飞机师 因为呢 这就像我们的职场当中一样 很多的职业呢 它是有特殊的定位 和特殊的技能 比如说今天 如果我们面试 一个飞机师的话 那这个飞机师 只凭你在面试当中 讲我会开飞机 然后这是不可能的 他肯定是要验证 你的证书 然后可能会有相应的 就是你过去的工作经验 然后这个管家呢 他某种程度上 是需要特殊的管理技能 这整个一个团队 这么多人 是靠管家来 起到管理和协调 兼顾的作用 所以这两类 算是特殊技能的职位 我们在招market上边 其实80%和90% 作为一个申请工作的 候选人来说 我们其实面试的职位 都很类似于像司机 或者是厨师这种行业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 司机这个行业 这个我们今天要选 要给自己 我们都每个人 现在都是那个面试官 这个亿万富翁 我们要选一个 给自己开车的司机 所以这个行业呢 我们先描述一下 它的技能 是在面试当中 可以被检验的吗 很难 那在面试当中 面完试之后 会不会让你说 试驾一圈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 really depends 让你去试驾的可能性 比较小 为什么呢 完全取决于说 如果在面试当中 你无法说服你的面试官 这个亿万富翁 招聘你的人 然后去相信别人 你会开车 可能会让你去试驾 更多时候我们是觉得 这个司机会开车 这个技能呢 其实是很多人都具备的 一种生存技能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检验 他的会不会开车 我们只需要更多的是 focus在接下来 我们要问的问题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 我们现在每个人 都是在一个面试的场景当中 我们坐在这儿 然后面试这个司机的 候选人的时候 可能我现在有十个候选人 我们肯定在心里 就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比如说我们会考虑说 为什么他会申请这份工作呢 这是我们作为 这个自己招聘的时候 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呢 我们就会想说 他已经递交了一份 非常漂亮的这份简历 那这份简历上 告诉我过去 他的工作经验 他的这些人生经历 是不是都是真的呢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等一下我看一下 有没有哪些 那个Kennedy是没有mute 然后 OK 没有关系 刚才只是有那个 好像这个有Kennedy的声音喘进了 然后第三个问题 我们要考虑说 他为什么在上一份工作当中 会离职 就是 Why did he or she leave previous job 这个东西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离职的原因当中 有几方面的考虑 然后这个离职 有可能是因为 他的performance的问题 这个就很严重了 为什么 他可能因为过去开车 出过车祸 那我们这样的人肯定是不敢请的 那也有可能呢 是雇主 个人的原因 比如说以前请他做司机的这个人 他呢 因为特殊的原因 他搬家了 所以说不在这个城市 需要司机了 然后或者是 因为特殊的原因 他说我现在眼下不需要司机了 我自己开车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些 和这个Kennedy无关 就是无关于他的performance 无关于他的个人决策问题 然后呢 叫做客观原因 还有一种可能 可能不是雇主 比如说是这个申请人 他自己搬家了 他从一个城市 搬到这个城市 刚好这个城市 我们就是那个一万富翁 我们在情人 这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 我们想知道答案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然后 Does she or he have the experience I'm looking for 我们looking for什么 他会开车 他可能需要能驾驶 我现在我有十辆车 这十辆车 他是不是都会开 为什么我在这个 experience上面 加了这个quotation mark 其实这种经验 并不是真正的说 好了 我把你带到我的车库 十辆车 你都要给我试驾 我上去去感受一下 说你这个舒适度啊 你开车的这个 是不是安全呢 技术性 我们不是在选一个赛车手 我们更多的这种经验 停留在 你如何去给别人来解释 说我的技能 我的经验 然后呢 我们还会问 就是说 这个人究竟到我这来工作 是不是ok啊 比如说他住的距离 我很远 那我就要考虑说 如果我请了他之后 每天 如果要求他八点钟上班 他五点钟就要起床 赶到我这个location的话 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 被雇佣的人 可以长时间的这样工作 当然有的人 他的我们每个人 承受压力啊 那个这个持久度都不太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人 可能会年复一日的 就一直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多数人呢 其实我们在一个工作留下来 和这个你上班的地点 距离你有多远 或者是这个工作的舒适程度 或者是 就是他对你来说 是不是就是符合 就是市场上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的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如果这个工作时间 或者是距离的地点很远的话 很容易当你找到一份距离 你很近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跳槽 所以其实对于雇主来说 我们很在意说 这个location对他来说 是不是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 我如果聘用他之后 我当然是希望 我不频繁的更换四季 因为每一次都要面试 都是一种时间的耗损 那我们就要考虑说 他会给我 可以跟我干多久 他究竟长时间 他是想短时间说 他缺钱 他开车过两天 他就想成为管家呢 还是说 他这一辈子就是觉得 开车这件事情 他很喜欢 他很enjoy 这个也会作为 我们共用一个人的标准 还有就是 最后就是说 薪水和rate 当然 这个前提 我们说的这个场景 就是我们是一个意外富翁了 这个付多少钱 付多少薪水 我们不可能付不起一个司机 但是你要知道 每个人心中呢 他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同样是一个司机的职位 但是如果你要跟我要一个CEO的薪水 那你就算是 你就是再好的司机 我是请一个赛车手来给我 职业赛车手来给我开车 我并不需要 我也不会给 这个我要请的这个司机 付那么多的薪水 所以说我们说 Could I offer the salary or rate 其实说是based on the market rate 这个market rate可能就是 住在我附近的这些亿万富翁 有私人司机 他们都付这个薪水 那他就是行业的标准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来看 这个可能作为一个雇主 比如说想象一下 在这个场景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雇主 你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你需要问 这些问题呢 都是在面试场景当中会出现的 我不得不说 我给了这些问题之外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的问题 我要讲这个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面试的问题不是固定的 他有一些fundamental的核心 但是根据不同的面试官 然后从这个职位本身出发 每一个面试官都有自己问问题的方式 他很难 即使我给了这个 这一个范围的问题 你会发现在面试当中 答案是惊人的相似 你是可以通过准备去present你自己的 但是问题的问法有多种多样 这就是你们去上网 如果Google一下说 常见的面试问题 有成千上万个 但是其实真正总结起来 不过就是几十类 三十类问题 这个我有一个详细的一个问题解析的 这么一个列表 当你看完这个之后 你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匹配不同的问题 然后呢 更多的时候在面试当中 是你如何去 navigate这个conversation 把你自己已经准备好的答案 放在合适的问题当中出现 好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面试官 作为一个面试官 我们今天想要讲 检验的是这个人真正的工作能力吗 其实在面试当中 是很难检验工作能力的 我们更多的是在一个面试的场景当中 检验的是一个人的交流能力和学习能力 所谓的交流能力 就是我问他问题 他如何来表述他 他的应答能力 然后呢 这个学习能力 就是当我问他不会的问题的时候 他如何去告诉我 他自己这个过去从不会到会的这种学习的方法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假想一下 我们是这个面试官 那这些问题都问完了之后 好了 我们会从哪些细节当中 然后去审核这个候选人 这就到了下一个问题 怎么去evaluate你自己这个candidate 如果说在过去 我们面加拿大这个面试场景 就是三到五个人候选人选一 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三选一的一个 基本要求 但是呢 我不得不说 大家可能最近听到了很多的新闻 然后这个我们当下还在疫情当中 随着这个疫情当中 这个持续包括现在整个global economics 可能都会出现一个衰退 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失业 所以以前我们是跟 我们是三个候选人 三选一 我们是跟另外两个竞争对手 在竞争一个职位 那现在呢 这个面试场景又有变化了 我们可能是跟其他20个候选人 在竞争一个职位 好了 作为一个亿万富豪 你现在收到的申请 有上百个 那这上百个简历 你是不是会所有的简历 都给一个面试呢 当然不会 我们有自己的筛选机制 等下我们讲完这个面试场景之后 我们再重新回到说 如何去筛选这些候选人 好了 我们在这个面试当中 当有一个人走进来 我们已经schedule好的面试 这就是你的 请你的私人司机 再重新强调一下这个场景 可以想象的 在你见到这个人之前 你想象一个司机走进来 他的穿着 他的谈吐 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是完全和其他的这些职业不一样的 当你请一个管家 当你请一个秘书 当你请一个园丁 一个用人 或者一个飞机师的话 他们的穿着也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服装呢 要符合职业的需要 在面试当中 不是说一味的 就是我们按照搜索一下网上 说啊 这个西服革履 然后黑西装 白衬衣 然后这就是一个面试的标准 事实上完全不是 当你如果能够合理的 根据你的职业 去设计你的着装的时候 你会发现 会跟面试官 然后更easily connect 然后告诉他 我就是适合这个职业 连我的穿着 从内到外都是一样的 那关于文化方面呢 可能就是你们这个面试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看你 这个你的发型啊 你的牙齿啊 是不是干净啊 是不是整齐啊 然后甚至 你有没有注意 喷香水这件小事 都有可能会 影响到这个 这个面试 为什么呢 这个 其实香水这个东西呢 在很多的面试场景当中 是不可以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在国外有很多的人 有过敏症 他们其实会对一些香味 有特殊的敏感 所以很多公司 你去看他的网站 然后他都会说 他们是这种叫做 Fragments-free environment 意思就是不可以使用 含有香型的 这个就是香水 这个 这种面试场景 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刚好 来面试的这个人 他就是 他喷的这个香水 然后让我们 就不停地打喷嚏 那可能这个meeting 很短暂的就结束了 当这个人走进来之后 和你握手啊 和你打交道的这个方式 也会影响到 当然我们刚才描述的 这个场景 作为一个意外 我们是一个 Asian culture background 所以我们可能 见面的第一印象 是握手 这个Fard handshaking 然后是你的 first impression 开始的第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这个第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 法国culture的面试官 我们可能第一个场景 就要拥抱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根据这种文化背景 更多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 当我们作为面试官来说 我们下意识的举动 对方是如何make a reaction 还有开门关门的 这些小的细节 然后比如说走进来之后 他有没有主动把门关上啊 然后呢 他坐下来之后 有没有非常礼貌 客气的等待 你先就坐之后 他再就坐呀 这些小的细节 都会作为面试审核的一些 让我们觉得 有可能会被忽略的细节 甚至这种聊天的话题 比如说通常 第一次见面 大家都可能都会问说 oh how's the traffic today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一下 这个候选人 他是怎么过来的 记不记得上一页的问题 我们当时说过 他究竟距离 他要工作的这个地点 远和近 其实取决于 对面试官来说影响很大 他如果离家近的话 然后工作很方便的话 可能他给咱们 就是 力气工作的时间 会更长久一些 然后你聊天的这种话题 然后比如说我问 how's the traffic today 或者how's the weather today 然后明明就是 traffic很好 当然现在外面的车都很少 很少有这个交通读色的情况 但是他呢 就描述的说 oh 那个 I spent one half hour to drive here 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 就完全是取决于 他的叙事的态度 明明是二十分钟的路程 他可以把这二十分钟 讲得很曲折到这 但是明明是一个 半小时的路程 但是有的人 他讲得非常乐观的 积极 他说哎呀我就 enjoy那个driving啊 然后这个 我开车的时候啊 可以听音乐啊 什么这个 这个 可以enjoy这个 我自己的这种moment 就是开车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会 把你的一个个人的态度 已经带进了 面试观心目当中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看 和我们讲话的这个人 他有没有非常大大方方的 跟你有一些 eye contact 有一些body language 因为有一些 有的时候你的这个肢体动作 可能会因为紧张 然后下意识的做一些动作 是很 awkward 当然有的同学就会说 我现在这个面试 多数都是电话面试 然后没有in person interview了 然后我的这个body language 是不是还那么重要呢 当然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虽然只可以看到 你的上半身和你的脸 你要想象一下 在面试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只是看 这个位置而已 因为你坐下之后 你和面试官中间 是有一个桌子挡住的 很多时候 他们是很难看 你看到你肩膀以下的动作的 更多的就是你 你坐的时候 有没有一直抖动啊 然后你的手摆放的位置啊 然后呢 甚至是你的这个肢体的语言 你的面部的表情 然后你是跟别人 对方说话的时候 非常真 非常真诚的 看着对方的眼睛 还是说你一直低着头 然后好像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 所以这种 eye contact非常重要 当你们进行 video interview的时候 一定要make sure 提前自己recall 一段video 然后呢 因为这个电脑 摄像头的设置 和手机摄像头的设置 非常的差异很大 所以呢 有的时候 他和这个人 真正的直观 impersonal去见的时候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得make sure 说我看着这个电脑 这个位置 刚好在对方 录制下来的这个video来看 是刚好我在看着他的眼睛 他看不看你的眼睛 不重要 但是更主要的是 你要传递的这种信息 就是 我是非常大方的 敞开心怀的 在表述我自己的事情 当然了 这个面试当中 比如说你这个抖腿 然后这个 要水 要咖啡 跑厕所 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说的 要水 跑厕所 这种可能是 in-person interview当中 可能会出现的 现在这个video interview 我们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面试 不能突然说 我打开个水瓶 喝水 这其实是非常 不礼貌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对方 你喝水的时候 对方在等待你 他等待的这个空间 其实本身 这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种事情 是不应该做的 你应该在面试之前 喝好水 上好 所有的准备工作 做好了 当你在这个面试 做下来之后 不管是 in-person也好 还是说 online面试也好 都不要做 闲杂事等 你要知道 你的面试时间 非常的宝贵 如果面试官 给你45分钟 一个小时的话 那我们就只有 这么宝贵的45分钟 我们就是在这45分钟 考察我们的候选人 所以这些细节 都是可以作为 我们来考察 一个候选人的一些参考 那个因素 然后呢 这个他究竟 当然我并不是说 有一些必须是怎么样 他就是对的 必须是什么样 就是错的 更多的是 整个这一切 这些细节 要符合一个文化背景 职位的需求 这个为什么说 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对很多行业 然后一些要求 都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这个 你的这种就是 你是更aggressive一点 去present你自己 还是你是更 mallow的去讲述 你自己的故事 是根据职业来需求的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是根据 面试官的 他的preference 因为有一些面试官呢 他有自己 个人的一些需求 他就说 OK 我希望我这个司机 他呢 最好就是那种 工作的时候 非常chill 然后不是 没有人生太高的需求 太多的追求 这样的话 他才能跟我干 十年二十年 但是也有一些 这个面试官 他自己 他喜欢那种 热情积极 然后人生未来 充满着理想 不管他这个团队当中 是哪一个职位 都必须是这种生活态度 非常非常积极的人 然后呢 他甚至说 我从这儿 给你干两年 三年四季 然后呢 未来 我希望在你这个团队当中 成长为其他的人 但是前提就是 他这个团队 而不是说 我坐司机 过两年 我去另外一个公司 开不同的车 前提就是 你的雇主 可以给你提供 一个成长的环境 即使是不同的职位 比如说司机进来说 我干两年 我想去做厨师 我干两年呢 我想去做管家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讲的 这个范围 还是我们自己的 可以提供给他的 这些职业的范围 好了 接下来 我们要看 这些面试问题呢 其实都和什么有关系 都和考察过去 他的工作风格 他的工作的领域 他的工作环境 甚至我们可能会让他 去描述他的一天 这个工作 为什么 我们想看 他过去的工作环境 和我们现在的需求 有多高的匹配度 如果他过去的 这个工作环境呢 就是OK 我一天就开一次车 或者是 我是一个长途司机 跑很远 天天在开 但是呢 这个比如说 对于这个不同的车型 我只开一种车 然后对于这个车的维护 里面的内在的这个清洁 没有那么在意 他可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然后我们还会问这些人 让他去谈他未来的梦想 谈未来的计划 谈他人生的一些喜好 为什么 你要考虑 我们还有一个团队 在这个团队当中 他是和用人 厨师 秘书 然后园丁 他们要一起共事 如果他们是三观一样的人 他们未来的人生的计划 有相似度的话 那其实他们这个团队的融合 融合度会更高一些 然后再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未来的计划 他的喜好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 要看面试官是不是能够被他谈的这个内容所吸引 可能我们会有找到跟自己相似的人 多数人呢 是喜欢和自己背景非常相似 或者看法非常一致的人 我们就叫做这种叫sterotype 那有的人就说 面试官是不是应该这么personal去看一个候选人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大家都是人 虽然我们说我们应该更以职业的角度来审核对方 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很难很难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 个人的理解 个人的这个思想的一些这个想法 在面试当中渗透的非常的多 但是这些作为一个候选人来说 你也是可以去做充分的准备的 为什么 通过去搜索面试官的背景 成长经历 工作经历 然后呢去了解他先有的团队 他过去请的人都是什么样类型的人 是可以完全的去应对这些问题的 OK 接下来就是讲缺点和不足 我们想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缺点 有什么样的不足 为什么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 这个缺点并不足以说让我们就认对你有不好的看法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想知道对方是不是有一个自我认知的人 他对自己的缺点可以清晰的认识到 他对自己过去犯的错误 可以从这种错误当中成长 我们经常老说的这个失败乃成功之母 其实在电视当中是非常充分的去体现的 你过去失败过没有关系 讲一个案例 但是从这个失败的案例当中 你学到了什么 从此之后不再犯这个错误了 然后呢 你有自身的缺点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说针对这个缺点 我在做什么样的努力 去弥补自己的不足 虽然这个缺点可能会伴随你一辈子 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从来没有放弃过去尝试 改正自己这个缺点 这种精神被别人看到了 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更要关心的就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找工作 他为什么会离职 他找工作是因为说 OK我从一个职位上失业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请的这个司机 然后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候选人 他呢以前是一个银行的高管 或者是他其实是以前是另外一个亿万富豪的管家 他来面试这个司机 为什么 因为他失业了 然后呢 他说OK我从司机再开始做起 然后虽然我以前没有做过司机 那对于现在我们来考虑他说 我要不要请他 这就要斟酌了 为什么 这个因为他跟你这个求职 或者是他找这份工作的这个motivation 远远不是那么strong 为什么 他是迫于生活所迫才做的这个选择 那如果现在找market好了 有其他的意外富翁继续在请管家了 他是不是就会离职 然后回到他的自己的本专业呢 是有可能的 然后他为什么离职 为什么找工作 这都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面试当中 非常在重点范围当中是审核的这个部分说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的 他为什么申请这份工作 他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站在我面前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呢 会这个去看 他看待事情的态度 就像刚才我们在 我说的这个面试问题当中 包括你要问 这个候选人说 How's the weather How's the traffic today 每个人看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 他们回答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他的个人生活 他是以一种什么方式 积极的生活 比如说当下的这个 你们接下来的面试 很多人都会问你 如何看待说 你已经三个月 六个月没有工作了 那你的这个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你要体现出来的就是 虽然我失业了 但是我很积极的学技能啊 然后每天 那个很早起来申请工作 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安排好 然后不间断的 学习一些技能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还有一些人去讲述的这个故事 就是OK 我就每天待在家里 然后反正这个 这个时间刚好休息休息 一天可以睡十几个小时 早上12点才起床 然后开始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这种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 其实所有的雇主都不想要 更多的时候 我们想看这个人 因为他 这个人在顺境当中 我们如何去应对 很难去评估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顺境当中 多数人都应对的 非常好 积极的生活 但是他如果走过 如何走过逆境 我们讲的这个人的 叫做逆伤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这才是 他那个人性的本质 他如何去应对这些 当然 在面试当中 能不能真的去检验 你的这个生活态度呢 无法检验 更多的其实是 靠你自己如何去描述 如何去应答 这些面试问题 我们还会考验 你的承受压力的能力 比如说 这个工作的场景换了 然后你要学习新的知识啊 就我们讲的这个都是 你又是一个司机 有十辆车 然后等着你去试驾 然后你需要学会开 十种不同的车 然后自动驾驶 手动驾驶 然后这个方向环 在左边在右边 那你究竟是不是 可以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 在这种新的场景当中 这个新的工作环境当中 你是如何 adapt这个work environment 也非常重要 如何接受别人的建议 当然每一份工作 你都有上级 也有下级 也有同事 他们可能会为你的这个工作 做得做更好 或者是提高 提供一些非常宝贵的建议 那这些建议 你是不是可以真的听进去 别人的建议 你是不是可以非常理性的 把别人给你提供的建议 当成对你的帮助 这个也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人 如果你要想进步的话 不管是生活 还是在职场当中 你需要把自己的耳朵打开 然后去听别人如何描述你 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 就是尤其是现在 人与人之间 现在之间的关系啊 越来越 不能说虚伪了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越来越停留在很表面上 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 真诚的指出对方的缺点 为什么 谁也不想得罪这个人 所以现在反而 能够听到真实的意见 成了就是 一个一种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了 这等于相当于这个人 去愿意帮助别人 然后在这个面试当中呢 我们其实还会涉及到 谈薪水和待遇的问题 薪水和待遇代表什么 薪水和待遇代表了 一个候选人对自己的评估 首先他是不是清楚 自身的位置 其次他是不是清楚 现在就业大环境的影响 然后呢 我们还想看 这个人对于这个工作 他是真的是爱好开车 作为一个司机 这个工作的热爱 还是说 我就是想找一份 养家户口的工作 为什么 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如果他想找一份 朝九晚五 养家户口的工作 和一个人 他对开车这件事情 有一种由衷的热爱 那你请进来的人 他们做事情的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他虽然是 他对这个事业也有热爱 但是他对自身 没有很好的评估 也没有很好的评估 这个找工作的大环境 一上来就开出了说 市场特别好的时候的 这种高薪 那可以 那这就要看 我们在整个这个 比如说我们面试 十个人当中 那这十个人当中 是不是还有跟他技能相似 然后 还对自己 还整个的工作大环境 有合理认知的这些人 如果这个 这种人存在的话 那我们肯定优先考虑这个人 但是如果这种人 不存在的话 我们等于就说 OK好吧 在这个技能方面 都OK的前提下 我们就在两个候选人当中 挑一个 所以呢 这是我们真正这些面试问题 一个环节套一个环节的 那个真正的核心的思想 我们还应该在面试当中 提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提问候选人 根本不可能具备的技能 或者经验 打个比方说 我会问这个司机说 你会开飞机吗 你会做饭吗 因为我这个 我虽然有两个厨师 但是万一 这个他们休假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顶上去 你会不会开飞机 这肯定是那个答案 几乎作为厨师 作为飞机来说 这不是他的专长 都有可能是否定的 我不会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候选人 通常呢 其实被面试的那个人 他并不知道 问这种 你完全不可能胜任的 技能的时候 其实是在考验 你的临场反应 和你的自信程度 很多时候 他们一被问 就会突然变得 非常的紧张 然后就会暴露出来一些 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问题 事实上 我们只是想 从这个答案当中 听到这个候选人 去说什么呢 他去说 这个 比如说 我问他 说你会不会做饭 这个给我做意大利餐 然后这个司机说 OK 我不得不说 我没有尝试过 但是呢 我很喜欢吃意大利餐 我去过不同的餐厅 去吃过 我绝对是可以学习的 而且我这个人的学习技能 非常的强 然后甚至补上一个案例 在过去的时候 我有一件 这个什么不会的事情 这个事情甚至 可能跟做饭都完全无关 他只是想证明说 我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问他会不会开飞机 他也可以用相同的案例 来讲说 飞机我不会开 但是呢 我这个人就是对 比如说这个 所有的这些机械运输 然后这些技能 非常感兴趣 我认为这个驾驶 一个汽车和飞机 它是有非常 有一些相似性的 然后把我这个过去的技能 如何应用到这块 当然我没有机会 这个接受这个飞机师的训练 如果为你工作的时候 可以接受这个训练的话 我认为我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呢 学习事情的能力非常的强 好了 又回到了那个 曾经我有一个什么样 不会的东西 我是如何学会的 其实当他 当我们看到候选人 这种反应的时候 我们首先确定了一种 就是他有信心 可以把这份工作做好 第二点 他的临场反应 告诉我 他的思维非常的敏捷 他承受压力的能力很强 为什么 我在challenge他一个 完全他不会的 但是呢 他给我把我这个疑虑 把我的这种困惑解决了 他是一个problem solver 其实我们在整个面试当中 真的就是在找 可以成为problem solver problem solving skill 非常强的人 但是这种problem 是真的是 不遇到那个真实的场景 我们都没办法考验你 是不是具备这个技能 所以呢 整体来说 这个你的problem solving skill 是无法在面试当中 真实去体现的 完全是靠你去描述 一种态度 一种方式 来让对方相信你 那我们就讲 整个这个面试过程当中 能不能考验你的技能 我不得不说 在job market上面 有一些工作 他是会给测试的 比如说 先让你做了一个technical test pass这个test之后 才会有in-person interview 那市场上有多少的比例 有这种测试呢 不到10% 不管你从事的是 专业技能领域 还是说 财务啊 金融啊 IT啊 各个技能领域 在所有面试当中 有这种测试的 真的是不到10% 那有90%的机会 你是可以不通过考试 完全是靠面试当中 你如何去表述 你能做这件事情 然后拿到招包份 那那个10% 需要测试的这个部分 其实大公司 你申请的公司 规模越大 网上呢 他这种测试呢 都不是说根据一个职位 我立刻编一个测试 那这个就是要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做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这些测试是可以在YouTube 通过网站去搜索到的 然后呢 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 online training 去补充到的 然后甚至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希望能够听到你有这种in-person的interaction 可以非常积极的去交流这件事情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所以说当我们是听到这些面试问题的时候 大家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哎呀面试怎么准备 面试的准备呢 可以说复杂 也可以说不复杂 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你系统 你的大脑当中要有一个逻辑思维的系统 你要知道面试的问题是什么 从什么场景来出发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场景呢 就好像你是一个面试官 你回来可以把这个案例带回去 再自己仔细的想想说 通过这些是不是能够筛选出来 你想要请的那个司机 当然这个面试 我们假想说 今天我们面试了十个candidate 然后每个人最后的结果都是很一般 怎么办 我们可能会继续面试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有一些候选人我们面试完了之后 但是我们内心呢 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就要讲的就是 after the interview what are you expecting 我们讲的还是一个面试官的角度 那面试官究竟在面试之后 什么可以让他在这个不确定因素 然后一个maybe当中转化成说 好吧 我就要请这个人 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成为助理 帮助你最后推到这个job offer那一角了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面试官 你expecting candidate 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打动你 我们接下来 这个好了 这个整个的这个scenario结束了 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 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 我今天特地用了两种PPT 然后把它这个告诉大家 好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模拟的这个场景 是一个虚拟的想象的空间 结束了 然后作为面试官之后 在面试结束之后呢 我们真的是 可能你没有expect别人 发一个thank you email给你 但是呢 这个人做了 比如说我们面试这个candidate 他离家确实很远 在面试当中 我们对他的这个 所住的地方 天天来上班 有一些困惑 有一些concern 然后在thank you email当中 他首先感谢了我 说他非常感谢这个面试的机会 然后非常感谢我宝贵的时间 这是一个礼貌开头 然后接下来他给我解释 他说我在面试当中 我体会到了 你对我这个所住的这个location 然后有一些担忧 我回家之后 面试之后 我也跟我的太太 跟我的家人商量过了 如果这个工作我拿到的话 我们可以搬家 为什么 就是我就是我们家 就唯一一个这个劳动力 挣钱的人 其实呢 我更倾向在 对我来说工作比较重要 我会relocate到 我未来工作所在的领域 当他发完这个邮件之后 其实某种程度上 已经消除了这个 面试他这个人的顾虑了 对location的顾虑 还有一种可能 在面试当中 我们问了他 关于开车的几个问题 他呢 无法合理的回答 他只说了 我知道这个车怎么开 那个车 我可能不会 然后结果回到家之后 他上网去google了一下 这个车怎么开 甚至联系到了他的一个朋友 然后刚好他这个朋友呢 也是给另外一个富豪开车 他也开着这辆车 他甚至去 那个咨询了他 怎么驾驶这个车 那你的3QEmail当中 你也有可能收到邮件 他会描述说 在面试当中 你问了我这个问题 然后呢 回去之后 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研究 我解决了一个问题了 好了 这是我的solution 我希望我有机会 可以获得这份工作 作为面试官来说 也会被这个打动 所以我们其实在面试之后 候选人做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是不是很 对这个工作 是不是很感兴趣 然后他有没有跟我去表达一下 他非常想要这份工作 然后甚至是 可能我要面这个30个人 持续时间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我很有可能到面 到最后四周五周六周之后呢 我就忘记了我第一周面的 那个非常好的候选人 那就有这种人 他会持之以恒的 不停的发邮件 然后呢去做follow up 然后每个星期一 当然你不要做的 很多时候不要做的太刻意 星期一的早上起来 你就问人家说 ok你有没有make a decision 这样的话 其实显得不是那么的礼貌 而是你需要做什么 你可以说 oh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然后每个星期 share一些news啊 然后这个share一些 你自己的近况啊 然后say hi啊 然后最后才说 I'm still waiting for 这个feedback from you 然后每个星期 你都要表达一下说 哎呀我这个工作真的是 呃 交集的等待 但是非常想做 然后这个每个星期的follow up 是可以的 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疫情之前 我是不建议学生做的 如果听过我去年 那个大课的学生 其实都知道 我跟他说follow up 只能发一次 然后呢 就不能再发了 但是眼下 我们要做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了 你要更积极 更主动 才能争取到 更好的机会 呃 不是说危言耸听 去吓唬你们 未来我们面临的 这个就业的机会 会比以前更少 呃 面临的竞争 会比以前更激烈 然后所以 如果你 你只是有非常浅显的知识 关于简离面试的话 可能恐怕很难 在这场 这个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 脱颖而出 你是真的需要清楚的知道 你自己 你的定位 然后你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后究竟哪些领域 是可以打擦边球进去的 哪些领域是一些环节 就是说可能别人 没有注意到这些环节 但是你注意到了 所以我们在面试之后 这件事情 是可以改变一些 面试官的想法的 我们再重新退回到 之前的这个面试环节 在这个面试环节 当中呢 一个候选人的communication skill 我们讲的这种 communication skill 如果在加拿大的市场上 可能就是 你讲英语的能力 为什么我们要把 communication和interpersonal skill 截然不同的分开 这个是有一个 根本的原因的 communication呢 是指你讲流利的英语 但是interpersonal skill 更多的是你 与人交流的能力 他们两者的差异是 即使你讲流利的英语 这么说吧 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我面试可能要面了 有上万人 然后呢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就是地地道道加拿大人 然后讲流利的英语 但是他具不具备interpersonal skill 未必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分开的 所以说他可能是一个 讲流利英语 但是并不会表达自己的人 他也有可能是一个 讲流利的英语 但是夸夸其谈 说不到点子上的人 但是他还有可能是 他讲流利的英语 但是他讲出来的话 让人不喜欢听 我们在面试当中 其实是想找一个 非常likable的person 为什么面试有好几轮 一轮二轮三轮四轮 很多人的疑问就说 老师我一轮面试面了 二轮我该怎么准备 三轮我该怎么准备 每一轮面试的准备 都是一样的 其实面试官彼此并不交流 他们在面试当中 所问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 我是做第一轮的面试官 我面完了这个候选人 当我pass给 比如说五个人当中 我面了五个人 筛选出来两个候选人 给下一轮面试的 面试官的时候 我并不跟他说细节 我只说 我interview了五个人 第二轮二 pass first round schedule interview for the next round 有的时候这个面试呢 是从高职位往低进行 就是director manager team lead 有的时候这个面试呢 是刚好倒过来的 从低往高进行 然后这个team lead manager director 甚至VP 这个究竟是哪一轮先开始 没有必然的规定 这个完全是跟这个team 整个这个structure有关系 有的公司 有的这个team specific team 然后是取决于从高到低 有的人是喜欢从低到高 更多呢 其实是取决于他这个最高的 这个领导层的决策 比如说我是一个VP 我希望我team当中 所有的人都帮我筛选出来 最后我只面 我要面的那一个人就可以了 但是呢 有的VP就说 我喜欢control全局 我要先面所有的人 然后最后再一层一层的 往下进行 再去检验他说 能不能跟team融合 这个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的网上说 这个公司面试是三轮 然后怎么做 过两天他有可能会 OK 我建议你们进来之后 把你们自己的声音都mute掉 因为其实 OK 好了 Cassie 注意一下 这个 还有呢 一些人就是 他们呢 就是 他有一个preference 当这个上层最高的管理层 更换了这个人员之后 有可能这个面试的规律 就倒过来了 甚至有可能 没有一轮一轮的面试 直接就是pinal interview 这个形式是经常会变换的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要知道 一轮二轮三轮面试怎么准备 而是说你要知道面试是怎么准备的 不管是一轮二轮三轮 你要知道你 你见不同的人 他们 都有自己的诉求 你见HR HR有HR的诉求 你见haring manager 这个team manager 有team manager的诉求 你见VP 你见CEO 他们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诉求 所以说 当我们讲 这个很多人的障碍停留 在说我的英语不好 我如何去应对面试 英语不好 完全挡不住你 进入一个大公司 从事一个高线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职业的定位 对英语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低 这个英语的定位呢 比如说 你知道你会看到一些新移民呢 或者是在这边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面试才快 我们讲的就是accounting领域的工作 IT data hard skill requirement 要求最高的 对英语的要求 就没有那么高 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 hands on的mechanical engineer 你是一个electrical engineer 这个确实对英语要求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 但是所有的行业 在面试当中 不可缺少的 就是你的interpersonal skill 就是你讲出来这个话 有没有让别人听出来 特别comfortable 这个咱们生活当中 想象一下 有这样的朋友 他讲流利的中文 但是呢 他每次engage到一个conversation的时候 然后就会讲那种 让别人不喜欢听的话 就是让你无法应对的话 这些问题 其实在面试当中 都会有所体现 比如说 他跟面试官的这个交流 面试官问他一个问题 他能不能揣摩 对方想听的答案 这也是你的interpersonal skill的体现 然后呢 对方你对这个整体的这种表达的方式 你是不是说 比如说 他把很多事情说的特别的 100%说 我就可以做这个 怎么怎么样 然后其实也是被别人不喜欢的方式 更多的时候 你要以一个比较humble的attitude 去告诉别人 你有这种potential 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然后这种interpersonal skill 其实他是可以在语言当中 非常顺利的去切换的 通常我们会发现在中文当中 那种非常会交流啊 然后这个讲话 让别人喜欢的人 在英文当中 即使他的英文讲得不好 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感悟到 这个聊天的这个核心的内容 然后我给大家可以讲一个 很有趣的事例啊 比如说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他在这个讲话上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还给他推荐了一些书 比如说 看这个蔡康永的这个聊天之道 第一本书啊 然后很多的这个讲话的技巧 他不是一时半时可以体会到的 因为他就会 比如说 有一天 那个 好久没有见面 我去上课 然后呢 这个学生见到我之后就说 老师你最近是不是休息不好 你脸色看起来非常的憔悴 然后呢 我说没有啊 这个 说实话 这个东西就说 这个他不太会开极了 其实他本身表达的是他的关心 但是他这种关心呢 让你无法应对 如果刚好那两天 你说我生病了 哦 确实是这样 我最近很辛苦啊 你熬夜 可问题是 我那段时间是睡得也很好 生活也很有规律 但是为什么还让别人看起来 两侧憔悴呢 所以我没办法跟他进行这个交流 我说这一切都很好啊 然后他还继续往这个话题聊 这种场景 其实非常的多 而且我还会问 遇到一些学生 比如说在网上问我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问我说 老师 我想知道面试怎么面 就是他问这种问题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 他聊天 他不会聊天 为什么 这个面试怎么面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他跟你的背景 你面什么样的面试 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形式的面试 你面的是一个什么职位 你所在的国家 所在的区域 然后你所具备的技能 你的教育背景 然后和这个你申请的这个职位 它是什么样的market 什么样的position 公司的背景 全都有联系 那你让老师从哪开始给你讲 而且更多的时候 它体现出来你的一种思维 如果你上网搜索 面试怎么面 有成千上万个问题 那你得把那个非常更specific的这种头绪揪出来 然后这个问题问答的形式 应该是从一到二 从二到一的 而不是说你抛给别人一个问题 让别人都无法理解你的问题 当你在跟别人交流当中 每当你说你rease question 然后别人就说 什么意思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好吧 你需要有一个personal awareness 你的interpersonal skill 可能需要一些improvement 这个事情在现实生活中 然后呢 会应验到你面试的场景当中 然后呢 它会影响到你和别人的交流 比如说不在一个节拍上 然后比如说 你无法揣摩对方想听的答案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你在整个这个面试当中呢 你的attitude 你是以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来面试 还是以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 这也有影响 这又有另外一个案例 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非常有意思 他呢 这个找工作过程也非常曲折 在过去十年当中 他自己就是 这个 给一家创业公司做 然后结果做做着 老板跑路了 然后最后也没有付 他最后几个月的钱 然后连那个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record ROE都拿不到 然后无法证明 他这段工作经历 然后后来又做了一家公司 然后被公司裁员被layoff了 然后后来又做了一家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做做做 就是他们整个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 所有的这一切 就把他这个人造成了 就是他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他来上课的时候 每次这个我在上面讲 他都会说 哎老师你讲的这个东西 肯定对我是不应验 我都体验过了 这些工作肯定是只给白人 不会请亚洲人的 然后这些公司肯定都是 那个有内部推荐 不会怎么怎么样 就他的这种生活态度 就是这么悲观的 然后呢 后来我了解他 到他这个背景之后呢 我就跟他有一个深度的交流 我说我自己就跟他说 我说你呢 既然来上这个课了 你给我 你不需要长久的信任我 你给我两个月的信任 不就是七周的课吗 七周你放下所有所有的内容 然后呢 静下心来听我讲的内容 然后呢 不要带着你过去的成见 然后去找工作 然后试着用 我告诉你的思维的方式 然后来调整自己的思路 一开始他也是很难做到 慢慢慢慢 他就调整这个思路 我说你去申请这个工作 你会拿到面试 然后呢 每天申请 总会有面试总会来的 他就有一些质疑 我说你先去尝试 最后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再来解决 我不得不说 就是他最后呢 进了CIBC 然后这个 而且是用他过去 所有的这些经验积累 虽然有一些功力 精力都无法提供 他真的在那工作 也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 最后他进了CIBC 做IT Developer 年薪大概有七万多块钱 然后后来我还请他来 给我做经验介绍 我说我希望你去真实的分享 你自己这个 整个的这个心态的起伏 当他拿到这份工作之后 入职 他就会发现说 哦原来其实只要我站在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好像你看的事情都不太一样了 这就跟我们现在每个人 那个疫情期间待在家 有的人其实最近这个 我经常看到一些news 就说最近有很多 有心理焦虑啊 抑郁症的这个趋势的人 特别的多 为什么以前潜在 存在的一些问题 现在都暴露出来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家里 特别积极乐观的生活 然后enjoy他的这个family time 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 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然后那个每天云健身呢 然后那个积极的学技能呢 然后这个在家里 这个学做饭啊 其实这都是一种生活态度 你的生活态度 伴随你的一生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每个人 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 很难非常 不是特别容易 一下就改变 你看待事情的态度 但是如果想在面试当中 把自己伪装成 一种生活积极的人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我不得不说 这个通过一些培训 是可以在你的言谈 表达的方式当中 让别人感觉出来 你好像是比较积极的人 然后你的申请 这个工作的motivation 也要和这个工作的 契合度要有 比如说你是对金钱有需要 那我不多不说了 这个labor market 很多工作对收入要求 就是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说 现在你失业了 Amazon Walmart 然后这个Soulbeats 这些公司都在请 这个就是第一 是这个warehouse的 associate 整理货仓的 然后搬运工 然后做shipment的 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不会在乎说 我的人生的未来 是想做一个CEO 他更在乎的说 你说我需要有一份 养家糊口的工作 当然如果你去面试 现在一个项目经理 然后你说我需要 就是一个 我失业了 我需要有一份 养家糊口的工作 那这个motivation 就远远的不够 然后你去面试一个会计师 你去面试一个engineer 你们其实motivation 都要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在整个面试当中 你需要去体现 自己的这个motivation 那这个 其实这些motivation 在你的简历当中 已经可以显示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往回 推这个环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在简历上 已经可以有一些体现了 technical skill 我刚才讲过 这个technical skill的 这个核心思想 在于 市场上很多工作 是不检测的 更多呢 是停留在 你的语言的表达上 即使是有检测 有测试的 那这个东西 我真的帮不到你 我这个 我整个所有的 这个课当中 我只有这一点 如何提高你的硬技能 我无法帮到你 但是我可以帮到你的是 如何把你还不具备的技能 帮你包装起来 让面试官 误以为你有这个技能 那你自己帮你 这个争取时间 你去学习吗 入职之后 on job的training 是可以帮助你去学习的 你的rate和salary 经常有同学问我 说老师我要去面试了 那这个薪水是多少 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去审核 他思维的方式 为什么 你随便google一下 你说什么什么的薪水 for这个 哪个industry for哪个职位 其实都有一个概念 当你做了这个research 你来问我问题的时候 你说老师 我在网上看到了 说我这个薪资呢 有五万 有六万 有七万 然后不同的行业 还有不同的标准 我想咨询你 究竟这些标准当中 哪个和我自己的背景 很相似 这种我会说 他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 自己的research 他最后找不到这个答案 他来求助于我 这是我非常willing to share 我自己的 我的evaluation的 为什么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首先你有没有占用别人 无效的时间 在你自己不 不analyze 这些information的前提下 就抛出一个问题 第二 你有没有思维的学习的能力 为什么 有思维学习能力之后 你需要知道的是 你先要自己找答案 然后呢 充分的利用资源 所谓充分利用资源 就是当你求助的这些人 他给的时间 是非常有限的前提下 你大脑当中需要有一个思路 说我怎么通过我自己的 搞不定的事情 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当中 尽可能的让他帮我 搞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rate和celerate research 像全球非常有名的网站 这个HIS 它是HR Consulting Firm 它每年会给每一个国家 都会出一本 这个salary guide 2020年的已经出来了 你们在网上 其实都可以找到 然后是可以下载的 然后每年都有 你甚至可以在网上找到 2020 2019 2018 往前推 然后 还有一些行业的 这个salary evaluation 都是可以在glass door上找到的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行业 比如说你们所在的这个领域 是accounting finance IT 那你们可以去上 Robert Huff这个网站 他们是全球最大的 就是这个 做 accounting office admin 这种工作的招聘 公司 但是他们每年呢 也会给他们自己 这个非常有经验的 这个领域 也出一个salary guide 你去compare 这些information 然后甚至 你还可以跟你 以前在这个职位 相似职位的朋友 去交流 然后去获取一些 这些信息 然后呢 甚至可以去参加一些 online seminar 然后呢 一些linked上 有一些group 都是可以留言 在这个chat board 上面去留言的 所以这个 这个整个的 这个在面试当中 当谈到薪水 当谈到salary的时候 它应该是非常reasonable的 一个range 你要告诉对方说 我在找一个 什么范围的薪水 然后我为什么 有这个理由 你要非常confident 去present你自己的背景 和你对自己的evaluation 但是最后切记 你还要 那个 结合一句 这就是当下的市场 不同的 当下的市场 你要补充的就是 你说知道 你要understand 现在的整个的 这个job market 这个work environment 可能你过去的 这个estimation 或者evaluation 现在已经有所change 你愿意open to discuss 然后 based on current job market 这么说吧 现在的job market 还是出在一个 浮动的一个阶段 究竟这个薪水 未来几年 一到两年的 这个发展 受大环境影响 会走到哪一步 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但是已经market 上面有一个shift了 这个shift的绝对 不是说往高处 而是往低处 往下走 那就看 这个请你的雇主 他有多高的 willingness 去pay你想要的 这个薪水了 你的技能 是不是特殊 因为整个 现在这个市场竞争 有所变化 当初比如说 刚毕业的学生 你以前竞争的 这个竞争对手 是刚毕业 三年以内 或者是其他学校 刚毕业 各个专业的学生 现在呢 刚毕业的学生 你申请的工作 你竞争的竞争对手 是入职一年的 两年的 三年的 可以stretch到五年 甚至到六年 为什么 这些人可以跟你 竞争同样的职位 我们现在也敢请 我们也敢面试了 为什么 以前不敢 我们把一个 intrate level的职位 给一个工作经验 六年的人 我们怕他 短时间内 take这个职位 过两天就跑掉了 然后那个 有大公司挖 他薪水更高 但是现在 我们甚至可以 把一个高入职的职位 给一个工作经验 十年被lay off的人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job market 一到两年 缓不过来 我们要 物尽其用的一个 请一个员工 只要他stay with我们 more than three years 或者是minimum 不要少于一年 其实他的价值 就已经很大能力的体现了 那这个 job market上面 连刚毕业的学生 都面临这么大的竞争了 那你这个 比如说你应聘一些 senior level的职位 管理层的职位 那你面临的竞争力 就更大 这个 所以说 现在的job market 变化了 才造成了 我们需要重新评估 我们自己找工作的方向 我们找工作的能力 以前你写一份简历 投一投 有面试了 就有job offer 现在 眼下 不是眼下了 接下来两到三年 可能这个moment 已经过去了 你所理解的 这个找工作的方式 只能停留在以前 这个job market 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指市场上的demanding 大于supply 我们在过去两年 一直管这个job market 叫做candidate driven market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太多的职位空缺 请不到人 然后因为请不到人 项目无法开展 工作无法开展 所以雇主要不停的降低 他自己请人的要求 然后甚至只要说 OK 我们没办法去真正 花很多的时间 选拔真正的人才 只要这个人先上班 然后呢 入职 之后的事情再说 所以但是现在 刚好到过来 现在已经完全不是 就是一个月的差别 颠覆了我们这个candidate driven market 因为很多行业 失业 很多行业 配合更长的时间 去from 这个他的这个 resection领域 要go back 所以这些失业的人 都会成为 其他行业的竞争对手 然后呢 会造成市场上 人才过剩 候选人过剩 但是job opening 非常的少 我们现在眼下想一想 还有多少公司 他们有这个财力请人 还有多少公司 他们现在 是可以让你的工作 彻底在家工作的 这也会影响到 他们能不能请人 还有多少公司 说long term 来评估的话 他们可能是非常有发展 前景的industry 这是我们都要审核的事情了 这个以前就是市场好的时候 叫做百花齐放 大家有的时候说 我又想干IT 我又想做数据分析 我又想学金融 我又想做一个工程师 究竟该做什么呢 现在反而不是这个年代了 现在反而你要审核说 以我的专业背景 我进哪个领域 距离我未来的职业诉求 可以更近 在不真正的转行 或者是还追求我自己 喜欢的这个领域的前提下 那究竟我可以有多 就是多快说 我take一个一到两年 学习不同的行业 或者是我进了这个相关领域 但是我可能要低于我自己的预期 从入职领域开始 你要make一个personal decision 去为自己选择 才能真正开始你找工作的 这个就是实现你的未来的职业诉求 然后呢 在这个job market上面 有很多 我们其实大家都忽略的 我们叫做你不知道的真相 80%的职位呢 没有公开招聘 已经开始面试了 那究竟这些职位 怎么开始面试 这件事 是从2008年到现在 就一直在持续的事情 当很多同学跟我说 哎呀我今天申请了20个工作 然后拿不到面试 我就知道你已经错过了 70%的职位了 为什么 当你描述你这个申请工作的方式的时候 你说我申请了20个工作 你而且你没有说 我的简历贴到什么网站上 然后什么这个 怎么样去connect这个recruiter的时候 没有回复 那说明你已经give up了市场上 很多的资源 那如何让工作来找你 潜在的这些就业机会在哪里呢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公司都是通过referral请人 这么说吧 你可以看到现在大家经常说的 这种关键词搜索呀 Oprican Tracking System 其实这些系统的存在 就是为了给每个人 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是一个ecosystem 让我们的工作更efficiency 让我们那么多 成百上千份简历当中 去筛选出来 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才 那这些工作来找你 工作能不能主动来找到你 那究竟现在的这个市场上 我们是应该被动的等待 还是应该主动的出击 我不得不说 缺一不可 你既不能被动的等待 等工作来找你 这是你需要做的一件事啊 你也不能只是主动的出击 你甚至还得抓紧一切机会 然后connect到你所未来就业的 这种领域的工作的这种群中 这种networking当中 online的 然后呢去寻找机会 那这些潜在的机会 为什么在现在依然存在呢 虽然找market那么不好了 这么说吧 就是因为找market不好 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些职位是不能post出来的 为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 这一个job posting当中 不是说让所有事业 或者是想申请这个工作的人 都申请 而是呢 审核简历的这个人 他有一定的主动权 我们来 就是在不做job posting的前提下 我们先筛选人才 比如说我们充分利用的这些 ATS的这种platform linkin careerbuilder monster 然后这个 indeed ziprecruiter 太多了 这种网站非常的多 所以你需要知道 哪些行业使用哪些网站 然后这些网站的使用方法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的环节 你没有做对 比如说 大家天天都在monster上 post自己的后号 大家也知道 你每天的更新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 review的几率 那可是如何去更新 有的人每天做的方法都是错的 你的这种更新的方法 反而造成了你拿不到面试 它的真的就是 sistematically非常organized 然后很多detail的东西 都影响着你究竟能不能拿到面试 这个指向是 这个路径是一步 step by step 甚至很多人说 我不会写这个resume 那那个老师 你有没有sample 你给我的这些sample 我怎么去使用 这么说吧 不只有sample 我还可以告诉你在网上 有什么样的资源库 这些资源库 都是可以供你免费去使用 甚至有各种各样的描述 你这个相同行业的这种职位 当你学会了这种方式的时候 你不relyse on 我给你的sample resume 而是一种 给你任何一个行业的简历 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你像我自己的学生 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 不止他自己跳槽未来 那个不用担心 他的家人 他的同学 他的朋友 和他职业背景 根本不相关的人 他都可以指导这个人 写出一份很好的简历 还能指导这些人面试 所以这是一个技能 你学会了 你带回家 他伴随你一生的 而不是说我坐在这 帮你改一份简历 这份简历 改一份简历 只能应对一个工作 在未来 你真正拿到job offer的时候 你可能要申请几十份工作 才能拿到一个面试 然后是几个面试 才能拿到最后的job offer 通常我们是这样的 当你申请30到50份工作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面试就来了 这个不要只看这个数字 很多同学说我已经申请了300到500份工作了 面试还没有来 那你这份简历肯定是百分之百有问题 我说的这种方法就是30到50份 那个投递 然后面试就开始来 当你你的第一个job offer 你的交流技能 你的和人交流 谈话的技能 英文没有问题的话 你的第一个job offer应该是在第三个面试 第三到五个面试的时候 有job offer 如果你的这方面竞争不行的话 你的第一个job offer应该是在五到十个面试的时候 这个数字接近于十拿到第一个job offer 如果有的同学念过十个以上的面试 还没有拿到job offer的话 我不得不说 肯定是你讲话思维方式 这个思路有问题 需要重新调整这个思路 再重新踏入职场 然后这是一个系统的方式 甚至有可能是你的简历当中 埋下了很多的坑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说 你没有通过面试的原因 可能真的和面试技巧无关 可能就是你的resume的定位不够精准 比如说你拿了一份投工程师的简历 一直在投IT的工作 那你怎么可能拿到面试 不可能的 即使你拿到面试 别人就要challenge你 你为什么要做职业转型 事实上你没有做职业转型 你过去这个学的这个背景当中 就包括了你申请的一个工作的技能 只是你无法体现出来 那简历当中可以为你们埋下的坑 都是未来你拿不到job offer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简历 首先有的人简历 无法合理肯定自己的稳定性 那这个频繁的换工作 每一个工作都是一段两段 然后你有一次可以 两次就不真实了 我们通常不愿意相信这种 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 有dramatic这个life story的人 肯定都有一定程度的 自己personal的问题 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巧合 所以那这个简历如何整理 才能让自己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技巧 这个当然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讲清楚的 需要根据我去审核你自己的个人的case 然后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体现你的个人稳定性 然后还有一种是简历无法体现潜在能力 这么说吧 每一份简历当中 其实不是真实的去描述你的技能 你的工作经历 而是呢去告诉别人 让读你简历的这个reader 去看到你潜在的能力和别人不太一样 刚好符合工作的需求 你可能没做过这份工作 但是我能从你的这个潜在能力当中读出来 打个比方说 我们就讲很基础的大家都了解的工作 银行的职员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很多人想进retail banking 做一个financial advisor 就是投资理财顾问 那这个过去从来没有做过银行业 过去从来没有做过投资理财 也没有金融背景 那写一份什么样的简历 才能体现自己符合这个职业需求的潜在能力呢 你可以是过去车行的销售 你可以是过去某一个公司的call center 你可以是过去一个公司的office admin 都有可能通过描述体现出来你能升任这份工作的潜力 还有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有可能学的是化学专业 学的工程专业 然后呢 根本和这个所进的这个retail banking 这个银行零售业不相关 那究竟如何体现呢 可能是通过你过去参加的社团校园活动 可能是通过你过去做的volunteer 可能是通过你的一门选修课在简历上的体现 我们看出来了你的潜在能力 还有一些人的简历上无法突现出自己的学习能力 这个学习能力呢 非常重要 他对一些特殊的行业是有specific requirement 比如说你现在想进入一个新兴的科技领域 或者是IT 然后或者是金融 他们这个更新的迭代特别的快 他要求即使你有知识有背景的人 也能体现出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那你究竟如何去描述 你take了linkedin的training Udemy的training Vidolia的training 然后在这份简介上怎么写 这个东西就是你体现的好 它就是你学习能力的体现 你体现的不好 不止为你拿不到面试 还有可能成为你最后拿到job offer的来路虎 为什么 我们会更质疑你的能力 所以呢 他需要一个非常量身定做 根据你自己职业背景的一个编排 才能在简历上体现 还有人的简历呢 无法隐含求知目的和动力 这么说求知目的和动力呢 其实是在简历上无法直接去描述的 你没办法说 我找到这份工作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想在这个职业领域当中走多久 简历上是不能写这些的 但是它是可以隐含你的职业目的 比如说通过描述你过去不同的职业路径 然后让读者觉得说你最终的目的是想达到什么样的职业诉求 或者是你过去所做的事情当中 responsibility的描述可以让别人读出你申请这份工作的目的 然后呢 你的动力 比如说你所在的location 如果你距离这个公司很近 那你可能要凸显出来 怎么想办法让秘业士官读出来你的这个地址 人家一读你这个地址发现说 你跟这个公司就在楼底下 公司楼下就是你家 这也是求职的目的 求职的目的非常多 如果你现在人在蒙特利尔 在温哥华 你想找多伦多的工作 那这份简历究竟怎么写 才能让多伦多的面试官读出来你的诉求 你想搬家 同理 从多伦多想搬到温哥华去 我不得不说 这个疫情出现之后呢 BC省的就业前景 一下子瞬间就体现出来了 和那个安大略省不太一样 现在BC省很多的工作还在不停的面试 然后有人入职 然后反而安大略省 现在这个很多工作面试啊都停滞了 这个这和他们这个职业 然后过去的这个行业发展 还有诉求 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省份的这个优势 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未来很有可能找工作是流动性的 你去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你去另外一个领域就业 那究竟在简历上如何体现 除了这些无法做到的呢 还有很多人叫做过度描述 过度描述自己的经验背景 你这个明明这个工作需要五年工作经验 你写了二十年 这个东西我们又有点不太敢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怕这是你现在这个短暂的这个经济不好阶段的一个过渡阶段 一年之后可能你要跳槽了 过度描述自己的潜力 什么叫做过度描述自己的潜力呢 你有十八万五亿 全写到简历面试上 我们读着你啊 你将来又可以成为大数据分析师 又可以成为machine learning developer 又可以成为一个机械工程师 又可以成为一个金融家 然后又可以成为一个数学家 好了这么多的潜力 那究竟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小的数据分析工作 我们是不是敢请你 我们也不敢请 为什么 又是和第一个理由一样 我们怕现在这是你短暂的市场不好的一个求职需求 你在公司待六个月 待一年 骑驴找马 然后好了 进来之后找到更好的工作就要跳槽了 所以你看嘛 公司反反复复 第一重视的问题 都是你这个个人的稳定性 稳定性和这个工作 和你未来的个人发展 密切相关 对于雇主来说 你的稳定性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公司每一次聘请人才 经历这个面试 然后这个 招posting 筛选候选人 然后你入职之后给你的培训 都是一个很大的cost 如果我们把你请进来之后 一年之内你离职的话 对于公司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为什么 它不只是你跳槽人才的流失 很多时候你跳槽走 是跳到竞争对手 从事相似类型的工作 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薪水 得到promotion 我们其实无形当中 等于一个公司留不住自己的员工的话 或者是这个员工的稳定性不够 它跳槽走的话 其实无形当中 我们成为了竞争对手的培训基地 我们就每天都在为竞争对手 培训人才嘛 所以这就是让一个公司 毁掉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根本点 所以呢 你的稳定性 你如果能在一个职业当中 待三年 这是最好不过的 当然你在面试当中 如果只是告诉别人说 我就决定在你们公司待三年 三年我就跳槽 好吧 这种人我们也不敢请 为什么 在面试当中 我们想听到你阐述的这个理由 和未来的发展是 你一辈子会留在我们公司 你生是公司的人 死是公司的鬼 我们才想请你 才想把你留下 还有呢 一些人是无法合理解释 每次跳槽的原因 当你的一份简历上 出现了十年的工作经验 每一个公司待了三年 或者四年 两年以上吧 你跳槽 这你不需要太担心 跳槽的理由 但是如果你在 你过去的工作背景 是两年或者三年 你跳槽的频率 每一份工作 都无法保留一年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审核 你的这个个人的稳定性 当你去描述说 你的稳定性是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呀 然后这个工作没有挑战呀 然后那个工作出现什么问题 更多的时候都是你个人出发 你在批判这份工作 工作环境 team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其实是你自身有一些问题 你没有意识到 这也是你会丢offer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那这种就是如果你频繁跳槽的话 你的简历如何包装呢 你来找我 因为这个我们每个人的case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呢是包装技能 然后造成一定的稳定性 然后呢有的人是要写一种特殊形式的简历 然后呢隐藏起来他每一段跳槽的这个经历 然后呢还有一种是 就是这份简历 但是我们需要去合理的投递简历 然后呢去吸引 然后喜欢你频繁跳槽的公司 这个这个甚至是不介意你频繁跳槽的公司 市场上招market那么大 总有你们的生存空间 你要切记这一点 还有一个最关键关键的因素 就是你的简历无法被搜索到 很多人都说我的简历非常好了 然后呢我也能拿到面试 或者是我投递了很多 就是拿不到面试 拿不到面试肯定就是你的简历搜索不到 你写一份行文流畅 然后那个没有语法错误 format非常organized的简历 但是你不具备关键词 我们讲的这个关键词是很浅显的一个概念 更多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这个关键词 是融合着整个这个各个筛选系统 ATS系统 他们都有一些小的这个可以攻克的技术漏洞 你要懂得怎么去攻克他们这种搜索 然后才能让你的简历永远都是在top5出现 你才有可能能拿很多的面试 而且呢又可以帮助你提高面试率 还不是还不是第一的 第二的就是你这份简历 能被搜索到了之后 在面试当中也没有那么多的坑 你没有给自己埋了很多陷阱 你去面试的时候就是带着一份说 我如何可以更好的升任这份工作 然后来表述自己 而不需要说去解释说 哎呀为什么我没有稳定性啊什么这样 这个整个这个简历呢 其实就是像我讲的那样 他在过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一直都是被候选人申请人忽略 他们总认为面试很重要 面试很重要 但是面试的一切的根源 面试的问题就是一个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最大的那个分量 就是你这份resume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收的 不同的resume 不同的经历背景 问不同的面试问题 面试问题从来没有固定的 更多的是和你自身的经历和背景出发的 OK 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 这个整个呢 找工作 resume job search care planning interview 最后到你拿到job offer的那个 background check 是缺一不可的 然后呢 我引用了一句话 叫合理包装你自己 找工作这个效果呢 就像整形手术一样神奇 这个这有点听起来好像是那个 这个微整形手术的广告词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流程 这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需要你去包装的 比如说像我过去的学生 我有这种mechanical engineer背景的学生 他呢曾经任职于一个大公司 然后被lay off了 这是2012年13年发生的事情了 然后呢 当时IT是非常火热的时候 他被lay off之后 其实公司当时给了他一个package 他拿了两年的package在家里待着 然后后来在重新找工作的时候 就发现说 他再也很难进入到以前的那个领域了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他当时做的这个领域呢 属于是汽车制造行业 mechanical 然后呢 在这个 在很多当时这个汽车公司 生产parse这些公司 都在大面积的裁员 所以他不得不转型 后来他最后任职的是一个 IT新型的technology公司的高级程序员 那究竟这个gap是怎么嫁接的 为什么从mechanical engineer可以转到IT 其实更多的呢 还是去包装他的简历 他过去的职业背景当中呢 给了他一定的成长技术的空间 他其实曾经就是跟这种 software engineer在一起工作的 很多东西呢 他的自学能力很强 他也懂 只是没有亲自做过 那在这个不说谎 我们不是让他去把自己整个这个背景 编成我就是一个过去做software development 而是合理的去包装他 比如说他去描述他过去跟什么人一起工作 他对那些software的understanding 当然这个代业期间 他自己在网上也学习了很多的技能 最后才这个跳槽到这个IT公司做了转型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领域工作太久 会忽略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技能的转化能力 其实你们每个人的技能呢 不是stay with一个industry的 也不是stay with一个职业的 它是可以转型 甚至可以平移 甚至不需要太大的改变 就学真的去配得上一些training课程 什么hard skill training 就可以转型的 我曾经还有学生呢 他以前就是会计师 我们讲的就是accountant 然后但是在一个小公司低薪 都工作了六年了 薪水才不到四万块钱 而且长年的加班 每年的这个quarter end 什么semi annually 然后就加班了很重 然后公司也没有加班费的 然后后来上完我的这个课之后 我们帮他在过去所有的这个技能方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和包装 因为他以前公司规模小嘛 他在这个公司里面什么都做 那他这个简历上其实是可以体现出来 他做了很多的财务分析的 然后呢 究竟从小公司跳大公司 是不是有很多的障碍 很多的时候是你的心理障碍 小公司跳大公司的那个门槛在于什么 在于你不知道如何写出大公司要的简历 你不知道如何在大公司成千上百个候选人当中 脱颜而出 而不是停留在说你过去工作的是个小公司 很多时候我为大公司招聘的时候 我们是愿意要小公司的多面手 为什么 他的技能性非常的强 未来呢 他过去做了十件事 现在让他专注在一个领域 他的生存技能很强 大公司培养出来的员工 就像温室的花朵一样 他的技能有一定的局算性 然后小公司培养出来的员工 就像野生的老虎一样 你把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他都千方百计的 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更高效的工作 所以当他这份简历包装好之后 他最后拿到job offer 他是在一个跨国公司做财务分析师 我们讲的就是financial analyst 这个职位呢 其实起薪工作就年薪在六万到七万 是他过去薪水的两倍了 还有一些人 就是叫做没有加拿大背景和学历的新移民 过去在中国从事公务员工作 我把这个案例举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工作呢 他没有具体的技能的硬技能 然后甚至这个英语表达的能力 也真的是很一边 不能说太差 但是只能说一般 他跟很多就是能到加拿大来 从事HR啊 从事consulting工作的人还不太一样 但是呢 要知道这个他过去呢 做的很多的这个工作 就是一个流程上的汇报 他做的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跟爆脚有关 那我们就从他过去的这个背景当中 找到了他的一个潜能 然后呢 去包装他这个技能 然后写一份跟加拿大市场对接的简历 他就进入了加拿大的一个资讯公司 做这种报表数据分析师 叫做什么 Reporting Analyst 非常有意思 他过去呢 用Excel 然后用这些数据分析的工具 里面填充的内容都是中文的 现在唯一的差别 做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变化 只不过里面现在的那种 里面的分析的东西都变成了英文 所以他其实还是一种 Transferable Skill的体现 当他去面试的时候 他的中国的经历都是合理的 在过去的这个简历上写的的 没有砍掉任何 也没有真正的去说谎 去编辑假的那种 而是更多的就是 直接target到非常specific 跟你对应的这种 这个职业转换的领域 我还有另外一个学生 非常有意思 他呢是毕业于加拿大 一个环境工程 这个McMaster的环境工程专业 我当时他来上我课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是他毕业一年半之后了 他在一个小餐馆里打工 然后已经拿到了自己的PR 当然是就是靠这种这个 Labor的工作 当然不是Labor的工作了 就是在Labor的工作环境下 但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PR申请了 很曲折的 非常苦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环境工程很难就业 在这个加拿大整个这个市场上 他后来上完我的课 他是真正是自己英语也非常不错 领会能力很强 他在我的课上上了一遍 两遍还是三遍 后来呢 他就对我干的职业 作为一个recruiter 他产生了兴趣 他就问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去做recruiter 我说可以的 那这个有一些公司 也需要你这种背景的人 从事recruiting的工作 加上他自己的交友能力 英文呢 然后interpersonal skill非常好 后来呢 他就进了加拿大最大的SAT stuffing公司 就是我之前工作的Procom 当然我也推荐了他这份工作 一份合理的简历 然后呢 加上他自己特殊的技能和潜能 是真的可以成就你自己的职业诉求 和你未来的职业梦想的 还有金融工程的学生 当然这个金融工程这个领域呢 他们这个毕业出来 进各种领域的都有 也有可能是进一些technology firm 也有可能是进银行业金融业 但是他呢 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的高 他来上我课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老师 我已经有银行的offer了 但是呢 我有更高的需求 我想进hedge fund 做hedge fund analyst 你要知道 这就是金字塔顶端的那个 这个肩 然后我们真的有多少金融专业 金融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 可能连1%的人 能够最后target到这个行业 也不是那么多的 当然通过我给他做的这种职业分析 我发现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所以我才支持他追求自己的梦想 最后他进了一个对称基金 做高级分析师 这个这一切就是 跟你一个专业毕业的人非常多 那好像从表面上看 你们所具备的技能 都是一个academic background 但是事实上 细分析你们每个人的成长的过程 你的修的课 你感兴趣的东西 全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从这个点出发 去包装自己 才能有一份对应 你未来职业的 非常可以outstanding的resume 从很多的那个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 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呢 他非常有意思 他呢其实 可能就是属于那种 毕了业之后 找工作呢 非常的打击到他 面试了几次都拿不到 后来他就真的就是在家待了一年半 什么也没有做 也没有学什么样的技能 来上我课的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也比较头疼 因为我怕的不是说 他在家待一年半的这个gap 提前在简历上 而是我怕的是 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会持久下去 那我也帮不了他 我只需要我的学生 带着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跟着我一起学习 我就可以帮助他 所以呢 当他跟我说 他说我真的是想清楚了很多事情 不会再用过去的那种生活态度 来对待这个求职这件事情 我要面对他 我也真正看到他的改变 每天早上八点钟起来 就给我发个信息 然后跟老师说 我已经起床了 我已经ready for我的job search了 又是新的一天 后来他改好了简历之后 我们推荐他进了一个五大行 从银行Taylor 很快三个月之后 他就成了financial advisor 现在在retail banking的话 他已经入行了有两年吧 他的薪水大概已经在年薪 七万到八万左右 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他在这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 又考牌 然后那个发展自己networking 其实也是留学生的 然后呢 但是不得不说留学生和当地长大的孩子 有一些差别 因为他们networking其实没有那么strong 但是呢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靠自己努力 后天的学习去做铺垫的 就是你怎么去participate到这种social event当中 怎么去engage别人的这种conversation 然后现在也是做得很成功 然后这个去年的时候又回来上我的课 他就说老师我想又想吊槽了 因为现在野心更大了 然后呢 不是说不喜欢这个financial advisor工作 但是呢 他说我想挑战不同的领域 所以我知道他最近也在学习这个数据分析的课程 他说我想再尝试一下做数据分析师 因为他希望自己未来入行五年到六年的时候 可以体会两到三个不同的工作 最后才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未来发展的职业定位 所以其实呢 当你具备了一个技能的话 你会发现找工作你不是很被动 而是非常主动的 就是我先有我自己的职业定位 那现在找market不好 大家都没有工作的前提下 我也能够充满自信的去考虑说 我应该申请哪个领域的工作 我下周的面试我应该怎么应对 其实在眼下的话很多人非常恐慌 他们恐慌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他不understand这个找market 他并不知道这个找工作的技巧 让他们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天天想说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办法 前提就是你要学习技能 这个技能可能在找market好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重要 但是现在在找market不好的时候 它是一个你的生存技能 如果你没有找工作的技能 那你就不具备 能从这个市场 能从你的面试当中脱颖而出的技能 那就意味着你在找market上 有更长时间的等待 甚至这个时间的消耗 会让你这个人产生一些 比较negative的attitude 然后生活会影响你的生活情绪 而且你在市场上多待一个月 都会影响到你未来就业或者求职的方向 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今天呢 这就是我讲的主要的内容 接下来呢 从下周六开始 每天早上的九点半到十二点半 这就是我的七周课程 二十一个小时 这里边的内容会包括 如何设计 然后撰写你的简历 我也会发sample resume 更重要的是 我会告诉你们在网上 你免费的那个数据库在那 除了我给你的简历之外 你可以找到成千上万份 不同的简历的写法 如何去描述你自己 如何去包装你的这个技能 然后这个简历有很多的成分组成 它有这个action word 然后呢 如何去表述 就是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资讯 说让你们就是写 result driven的这个resume 写通过你提高了团队多少的效率 其实这种完全都是错误的 你在一个公司可以高效 未必代表着你到另外一个公司 也能高效 所以更多的其实 这个responsibility的那个描述 很多时候这个网络的这种讯息 已经很陈就了 不是说他们没有依据可循 2007年我毕业的时候 我也是看着这种 这个网络上教的东西 写去找工作的 但是事实上 这些人不是在招market上面 一直招聘 一直请人的 学校教的很多的内容 都是错误的 所以你需要把赶快调整自己 跟整个这个招market 过去十年 已经就变成像我说的这样了 然后呢 如何work with recruiter 现在变得尤为的重要 为什么你在linkedin上 给recruiter 你首先如何编辑 你的linkedin profile 怎么才能编辑 这个linkedin profile 吸引别人来看你 其次就是 你们甚至linkedin 有很多隐藏的功能 你都没有应用到 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效 然后非常有 非常有价值的 一个networking tool 它能帮助你获得 很多没有贴出来的 招聘的机会 那你需要掌握 这个方式的使用 然后呢 通过你发message 就可以 你看我经常在linkedin上 收到别人的一些message 说我想给你 book一个coffee chat 这种我连回都不回 为什么 我觉得 问我这件事情的人 首先真的不懂 找market是什么样 我每天工作那么繁忙 我怎么可能有时间 跟一个陌生人 天天coffee chat 我真的缺你那杯咖啡吗 所以我认为 问这种事情的 这种年轻人 都是很没礼貌的 我不止不会回他的信息 甚至接下来 他问我的所有的问题 我也不会回复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第一个message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去敲门 学校里天天教你 什么networking coffee chat 都是错误的 然后呢 你要知道说 究竟别人 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获得讯息 才能跟别人 book一个meeting 然后把你的networking 建立起来 然后现在网上 这种搜索的系统呢 Uptake & Tracking System 和VMS呢 都有一些漏洞 这些漏洞 就是让你成为 更强的对手的 这个一个依据 你只有懂了这些方法 才可以更好的 让自己的简历 不管怎么搜索 都可以被搜索出来 还有这些求职网站 使用方法都不太一样 这个你要知道说 不同的网站 针对不同的职位 有方法使用 然后呢 甚至有一些网站 是你去找简历的 有一些网站呢 是你搜索 如何写自己的 responsibility的 有一些网站 是做networking的 有一些网站呢 是帮助你了解 这个招呼market 未来还有几个月呢 就是有特殊的求职方式 这个所谓的 特殊的求职方式 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 现在都在一个 虚拟空间当中 面试官也working from home 这个duration 可能要持续 三个月之久 然后呢 那这种求职的方式下 你需要做什么 积极的准备 才能不落后于别人 然后呢 现在的面试和 以前也不太一样了 当然你要先了解 一些基础的 面试问题的解析 才能站在 面试官的角度上 就好像今天 我们给你做了一个 我做了一个模拟的 这个case 我们是以 我们自己是一个招聘官 我们来如何审核candidate 然后呢 甚至招posting贴出来之后 或者没有招posting的前提下 我们也能分析出 80%的面试问题 这个也是很主要的 还有疫情当前呢 不同行业求职方向的 转变和筛选 这个究竟你是这个专业毕业 然后我是不是应该转行 还是不应该转行 坚定我这个所求职的领域 那我筛选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应该申请 还是不应该申请 然后更高效的 去利用自己的这个 有效的资源 这是非常主要的 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呢 也是重中之重了 为什么呢 这个背景调查呢 很多人不太理解 就是 我们认为的这个背景调查 很多时候呢 是已经在你 就是最后离门一脚 你要拿到招包份了 这个 那他有没有可能 因为背景调查通过不了 你这个招包份就会被收回 这在过去 其实发生的比例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当下 背景调查会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都见不到这个人了 如果背景调查再不严格的话 那就会造成 在面试当中 非常大的错误率 请进来的人 然后你也是在家工作 然后呢 我们也见不到你 等真正几个月 一个月一起共识之后 才知道你真正真实的情况 所以现在背景调查 已经有一些改变了 比如说 这个reference会提前做 然后有一些credit criminal的 这个record要提前提供 那你需要真的是了解 那严格提高的 这个背景调查的要求 究竟哪些行业做背景调查 哪些行业不做 每个行业背景调查的要求是什么 他们核心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那你只有知道了这些 才能去合理的编排自己的简历 简历不是说 为了背景调查 审核你的这个讯息 是不是真实而编辑的 更多的时候 其实背景调查调查的那个内容 是在简历之上的 我们需要知道它要验什么 然后当然这个课当中 还会进行 还会讲如何进行这个networking 你的这个专业背景提升 因为对你来说 你懂的不能是说 我找到眼下这份工作 而是一个long term 你如何去求职 你long term当中 你究竟如何去给自己 未来做一个职业定位的 因为很有可能市场的大变化 就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 就产生了翻天覆寂的变化 就业机会越来越少 然后呢竞争一个职位的 对手越来越多 除了这个之外 那个行业的转变 过去的IT finance行业 有可能 也有可能 不是热门行业了 这个东西都是我们 需要走一步 看一步的 那过去你求职的领域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学酒店管理 奢侈品营销 然后这个 学这个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三个产业 其实 这个正在衰退 那我们接下来是如何 等待一年或者两年之后 这些行业重新恢复到 以前的那个 这个 比较有发展前景的时候 那你 究竟这两年应该待在哪 或者说 我就彻底的转型 那我应该转到哪个方向 这些都是我们在课程当中 会涉及到的 我应该在每个星期呢 还会带着所有的同学 就是我会每个星期 有一个固定的答疑时间 因为希望就是根据你们每个人 不同的情况 来网上去回答你的疑问 当然我们也会之后有一个注册的群 现在有一些那个注册的学生 已经进到这个群里了 然后这个 我已经开始给一些学生 在做一对一的辅导了 甚至还有一个中国的同学 他现在就是在中国求职 然后呢 这个我不得不说 写中国的简历 也不是我的特长 我也不太懂中国的事情 但是他认为在过去他搜索当中 就是好像也没有特别专业的课程 给他这些指导 他认为这个中英文的内容 还是可以有一些转变的 你们每个人的case可能都不一样 昨天这个答疑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美国的同学 这个我们求职 其实在这个 我不得不说在 只要我们你所在的这个领域 是一个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我们讲的这种卑美的文化 我们所使用的方法 我们所求职 都是90%的相似的 差异在于location 比如说你在BC省 你在Alberta省 你在Manishoba省 你在Ontario和Quebec 所这个行业领域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有一些省份 以加工制造业出名 有一些省份 有这个以旅游业出名 有一些省份是以这个 natural resource 这些也会造成你们未来求职方向不同 竞争也会不太一样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内容 我接下来呢 就是要在这个网上 OK 我们在 我接下来就会在网上给大家 我来看一下 大家在Zoom里面问的问题 OK 我刚才看到了 有一个同学发的问题 他说 他最近关注的一家大公司呢 同一个职位 在14个月内 第三次po出来的职位 然后呢 内部的人说 这个职位没有招到人 然后呢 就申请了 拿到了面试 然后budget giveaway cancel了 第二次申请了 没有消息 我想再申请 请问要怎么办 才能拿到interview和offer呢 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这个同学呢 把我刚才讲的内容 听到心里了 他呢 没有问我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他问的这个问题呢 是非常specific 有背景 然后有条件 最后呢 他问的是很具体 这个叫永青 OK 我大概给你说一下 这个职位 他如果这个在过去你面试 但是呢 这个因为budget cut 你没有这个职位被cancel掉了 这就有两个原因 有可能你上一次面试通过了 但是这个budget没有了 但是也有可能你上一次面试没有通过 然后这个budget也没有了 不管这两个理由 他budget cut 可能你都没有办法知道真实的理由 如果上一次你面试通过 然后但是budget cut被cancel的话 你这一次再申请 有一个方法就是 你除了申请之外 走正规的流程 应该联系上一次你的面试官 你跟他说 我曾经面试过一个什么职位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上次因为budget被cancel掉了 然后呢我想再次申请 如果你上次面试通过的话 这个面试官一定会恢复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他曾经consider过的那个candidate 他现在也可能在try to locate你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你知道很多时候 在你们的面试当中 你这辈子可能90% 甚至99%的时间 你是听不到真正的面试评价的 就是我们不会share真正的面试feedback 我们给的惯用理由都是什么呢 budget cut 然后那个hiring freeze manager on vacation 然后due to the pandemic 然后这个process delay 或者是we find a stronger candidate 所以说 这也有可能是这个理由了 如果面试官离职的话 那当然说实话 你这个不是很有利了 那给你schedule面试的人 肯定还有hr 还有其他环节的人 如果你上次拿到了offer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approach一下这些人 还有可能会被这个 再重新邀请回去面试 但是我不得不说 这个budget被cancel 然后没有请你职位 又申请出来 以我的分析 90%的可能 你上一次面试并没有通过 所以我其实 我建议你可以再申请 哪怕有1%的机会 我们也不想放弃嘛 但是呢 不要给这一个职位 就是太多的精力 因为可能那个budgetcancel 只是我们一个惯用的理由而已 所以说 不见得真的就是那个什么 因为可能你的面试 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 所以他们还想继续的 在面 然后呢 有同学问我说 能不能约到 一对一的咨询 一对一呢 维多利亚那边 我也有一对一 就是按小时收费的 可以打电话去报名 然后这个之前 是因为我们每天 有一个 每个学生 有一个15分钟 但是我们只有 24个名额 到4月18号开课之前 每天晚上我都做两个 但是那个我们已经在 群里面接龙 已经就是都已经 book好了到17号 这个只有真正上我大课的学生 才会有一对一的辅导 我们会有一个群 真正报名的同学 然后呢 大家都可以加我的微信 只有就是正式报名的同学 通常所以说 像这种讲座 你们加我微信的话 我就没法加 因为那个 这个我的那个微信 都是每次要删一些人 才能再加上新的 所以我其实只把这些名额 留给我 经常和我交由的 这个正式报名的同学 OK 星期三面了一家BA的职位 面试还可以 然后面试之后 HR发了邮件 但是没有回 这个时候要怎么follow up 我不得不说 现在呢 整个这个面试的过程 都会比以前要slow一些 所以呢 这个你的follow up 就像我刚才讲的 不要非常刻意的去问说 Did you hear any feedback from the interview 你就是每个星期一 给这个 发一个邮件 就是说 Say hi Hope you're well 然后那个 这个Stay safe Say hi 这种 然后可以说 我在哪一天 面试了一个职位 我知道 It's take time for you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I just want to keep you posted about my status I'm still available and really interested in this opportunity 你可以每个星期 用不同的方式去变换 这个以关怀的形式 然后以问候的形式 他回不回复你 非常那个这个什么 这么说吧 我如果收到 100封3Q email的话 我没有一封会回的 除非那个人 写这个3Q email 真的是让我 我曾经回过 很打动我 就是写完之后 让我觉得说 我立刻就想给他 去job offer 那我才会回 所以多数情况 我们都不会回的 不要expect 你的3Q letter 或者follow up email 会被回 但是会被看 就是肯定的 所以你所做的 这些事情 其实是为了 让别人注意到你 我给他发过邮件 被退回了 OK 我想是 这是之前的 那个面试官离职 我不是让你在联系 面试官 我再让你联系 这个就是永青呢 就是你过去面试的 这个职位当中 可能还有给你 schedule的HR 还有其他人 如果没有的话 那没办法了 那个我不得不说 你就申请吧 但是我觉得90%的可能性 是你上次没有通过面试 因为你要通过面试的话 这个budget被cancel 再重新reactive之后 他们会联系 上一次有可能拿到offer那个人 不要在这种 纠结在这一个面试当中 这个人呢 永远是从面试当中 寻找自己的问题 然后你要move on 不要再纠结说 我上次面试 如果怎么样 然后这个 我就会改变这个局面 其实是改变不了的 有更多很好的opportunities 在等待着你 Mary问我说 老师有没有行业和职位 相对稳定 或者不受金融危机 类型的影响呢 OK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我就告诉你吧 在过去10年 20年当中 你们如果回遇过去的时候 这个1999年 我们叫做downnet bubble 就是我们讲的internet bubble 这个叫什么互联网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 那我们这次要面临的 可能是全球的经济危机 它不是一个行业 它也不是一个industry 它可能是全球的一个 我们叫做 现在有很多人预测会出现 比1929年 这个great depression 叫做全球大萧条的时候 更危机的这个场面 那任何一个行业 都没有永远稳定的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 有这个natural resource mining industry的起起伏伏 金融行业的起起伏伏 然后这个IT行业的起起伏伏 然后这个reach out行业的起起伏伏 所以你要做到的事情呢 就是让自己 不要局限在一个行业 局限在一个职位 甚至都没有关系 因为有一些职位 在任何industry当中都有 但是你如果局限在一个行业的话 那你就会受整体行业的影响 我们打个比方说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developer 就是一个程序员 你是在汽车制造行业 然后呢 但是现在汽车制造行业不好了 那你这个programming skill 就不能应用在其他行业吗 也可以的 你可以转金融 转retail 转这个logistic 转不同的industry 所以没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 我们只能说 我不得不说 接下来三到五年 可能最有长远发展的行业 就是医药行业 medical care health care industry 然后呢 这些行业 其实在过去十年当中被忽略了 然后因为疫情的发生 让我们更加把重点 我们的attention放在这个领域了 所以说 health care industry 可能是未来三到五年 甚至十年 有很多政府啊 public sector 甚至公司的资金 注入到这里边 但是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它的这个 到达顶点之后的衰退 如果未来十年发展 都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预计的说 十年之后 可能就是health care industry 衰退的时候了 不信咱们就看一下吧 因为这个发展过剩 就会到达下一个 这个recycle 它都是一个 一个cycling的一个page OK 有没有好的资源 去practice cognitive test 要求candidate做类似的测试 这个cognitive test呢 其实很多公司都是一样的 在网上是可以找到提库的 然后呢 也有一些网站 你通过付费 可能几十块钱 就可以给你提供这些测试 这个cognitive test呢 其实不是说 它和智商测试 还不太一样 更多呢 这个test 其实是有一些 职业倾向的分析的 打个比方说 如果我是一个hr 我做这个cognitive test 可能我不是那么logical thinking的 所以这个测试结果 反而属于比较适合 做得不好的时候 可能更符合这个people skill 或者是这个hr职业领域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作为software development data 它可能就更看重 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数值在呢 所以其实在网上这些测试 都是可以找到的 甚至你是可以花钱买道题 这都是已经是公开的 而且它这套题库呢 这个cognitive data这个题库 其实是一个几百道题的题库 每一次你做的时候是筛选 目前我知道的这个题库 还都是定性的 有没有什么行业 申请了一个职位 两个礼拜没有消息 auto reply说prefer candidate 你申请了职位 还没有拿到面试的话 你没办法做follow up 这个因为这个 你也没办法再重新申请吗 除非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申请的这个职位 他具体给了你面试官的名字 你可以在linked上去connect这个人 现在当下找工作呢 你可能要更aggressive一点 在以前正式情况的话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但是现在的话 我会建议你可以考虑这么做了 然后呢 这个当你没有拿到面试的时候 其实无法去谈说是不是follow up了 因为你要有了面试 然后直接有人和你contact才能去follow up 同一时间申请的不同公司的marketing和project management职位 两份简历 不同的调整 然后如何保证看到信息一致 如marketing的hr写到的经验 这么说吧 你对应的这个 这个我们如果login这个ATS系统之后呢 每一个hr其实都可以看到 你申请了不同的工作 marketing和project management 这也是我给学生的一些建议 就是说我不建议你申请这个职业跨度非常大的 如果你申请职业跨度非常大的呢 我这有一个trick 但是我没办法在这公开讲 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分享啊 这个因为这个方法你如果理解不对的话 可能会给你cost一些trouble 然后呢你真的是要make sure两份简历完全不一样 然后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去申请不同的工作 这个我只能去跟我大课的学生分享 这个主要是我需要跟你一个人 就是一对一的去evaluate你这份resume 是不是可以单独的这样分开 我才能告诉你这种方法的使用 linked呢只能是一个profile 你也没办法说改来改去 那更多的说linked就是设计universal resume 但是你申请公司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override 或者是我申请pm职位 hide出来我的marketing 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负责marketing和pm的是两个人 然后他们兼顾的职位和candidate特别多 他会不会涨不到你pm那个职位 去点开你的简历看呢 多数情况是不会 但是我就是会 我就是会看的那种人 我会看你这个简历上改变多少 那怎么能够让你这个两个profile 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不要cross functional去 combine到一起 其实是有方法可以做到的 我只能说到这儿 这个针对你个人的case 我要看到你的简历 然后了解你的个人情况之后 我才能再告诉你 怎么create两个不同的profile OK 最近申请内部职位需要每周和HR manager联系呢 HR manager frozen reopen 还需要再做follow up吗 这个内部职位的申请就不太一样了 内部职位呢 申请呢 更多时候 你不是需要每周去跟HR manager联系 你可能就是要正常的social一下 就是你不能说我到申请工作的时候 在跟manager联系啊 平时的say hi啊 现在你们都在网上 可能就是这个 如果能找到合理的理由啊 或者这么说吧 你可以去关注他的link in呢 然后那个他读的文章去给他click 你喜欢呢 这都是告诉他说 哎 我我在关注你 然后但是你不需要每周去follow up 如果他说 现在有haring phrase的话 reopen 然后呢 这个你就暂时先不要做follow up了 因为他毕竟已经是phrase了 然后你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意义 你呢 可以做一些不针对这个工作的social 然后这个 最起码让这个team get familiar with you 然后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就是为自己的后路考虑吧 当然 可能是specific的职位 也有可能不是这个职位 还是这个team当中其他的职位 有同学问我说怎么找到哪家猎头公司 是为省政府和市政府找人才的 这么说吧 市面上可能有几十家 甚至上百家 是为省政府或市政府找人才的 这个职位已经被distribute到不同的公司 然后不同的省政府 municipal level呢 就是 这个有不同的公司 然后那个ministerial level 也有不同的公司 你更多的不是target一家公司 而是让你自己的profile 怎么能被这些公司找到 你可以上网去做一个search 但是有很多小的公司 他们反而跟这些政府关系 雇佣关系非常的紧密 但是呢 也是search不到的 甚至这些有的小的公司 连自己的网站都没有 但是它是可以 这个 能够有非常strong的connection的 你很难说 即使你比如说 你知道一家公司recruiter 你reach out to他 但是这家公司可能还做其他的业务 这个recruiter未必就work on这个position 所以更多的时候是需要让别人 如何能找到你 OK 下一个职位 下一个说 大公司内部不同的location跳槽 流程如何 原型的manager 新来的manager cine manager也有变动 疫情爆发 这么说吧 这个在现在 如果你有职位的话 我建议internally也不要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虽然还是stay with一个公司 但是很多时候 你跳到另外一个team当中 你就算了那个team当中的新人 可能会jeopardize你现在的工作 在疫情结束之后 你如果想换跳槽的话 那这个就要看他有没有opening了 这个如果这个职位是平移 只是不同的location的话 那这个对你来说 其实是不难的 你应该先跟 当你想做内部调整的时候 应该其实先跟你自己的manager去聊 就是让他去understand 去support你 这个movement internal 然后你想跳到另外一个部门 因为有的时候 你平移跳槽 不是升职 很容易让你现在的团队 或者你的manager 对你有一些想法 他们会以为是因为 你不喜欢他个人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凡是内部跳槽 在面试之前 或者面试之后 都会做internal的reference check 会跟你现在manager去聊天 问他对你的评价 如果你能提早利用这段时间 跟现在的manager搞关系 然后呢 这个成为好朋友 等你跳槽的时候 他给你的这个推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什么样的职位比较长远 这个职位长远太多了 任何我们这个职位 你是做accountant finance HR 什么程序员 然后这都是职位比较长远 这个所谓的职位呢 也没有说特殊的是一和二的职位 更多的是你的技能 你的技能领域 究竟是不是可以应用到 所有的industry 如果你所在的这个领域呢 他是每一个行业都有这种职位的人 那可能我们就说这种职位就比较长远了 为什么 你不做东家还可以做西家 然后不是一个行业 还可以做下一个行业 公司面试之后 有HR和director信息 可否HR跟director都做follow up OK 这个这么说吧 面试完之后 你应该跟每个人都做follow up的 所以说你就要 都要积极一下 因为眼下这个竞争 就是很激烈了 然后那个 让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存在 你也不能说 这个我们叫鱼鹿均沾吗 说每一个人都要做了 国内有一个英语 金融的双学位 然后呢 教师工作经验 在加拿大工业制图 OK 然后被dismith参加工作培训 我想知道的这个CES 可能是是不是指computer science 这个同学的问题就说 他说希望未来从事CES 和金融相关的工作 是不是理想的职业选择 因为担心两年后 回来加拿大跟不上 这么说吧 就是我不得不说 可能接下来 很多人做的这个选择 都就是有的人是要 是想真的是就在 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月 要就业 但是他所就业的领域 在整个北美 现在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疫情还没有过去 可能他们都会做 一个回国的选择 但是我不得不说 中国毕竟是 它不是一个 English speaking的environment 你在中国积累的 所有的工作经验 将来回到加拿大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折损 我为什么说 有可能会折损呢 你在中国如果做IT的话 回中国可能不折损 为什么全世界都是用 这个相同的语言 去做programming的 你在中国如果是一个 mechanical engineer的话 可能来到这不折损 electrical engineer 但是如果你在中国做财务 做金融 然后做其他领域的工作 甚至做BA来到加拿大 项目经理都会折损 为什么 是你的语言技能 没有别人这种优势 所以呢 你任何时候 在中国积累的工作经验 回到加拿大之后 可能都要有一个职业的转型 一个接轨 然后看自己过去的经历 如何放回来 比较好 我觉得在中国未来 过去十年的趋势 就是在中国搞IT的人 我讲的这个IT 不是说IT领域的 项目经理和BA 而是在IT做QA 做programming的人 来到加拿大之后 几乎是没有职业断层的 然后你能够做的这个技术领域 跟国外接轨的话 这个对你英语的考验 都是非常小的 但是我想因为 以你以前是做过英语老师的 这个背景的话 英语肯定是不用太担心的 更多的可能是学一个 可以变通的硬技能 回到中国 来到加拿大 都不会让自己 折损的一个领域 OK 木诺老师 刚才已经有学员在问 课程的一些事情 我简单的给大伙 回答一点课程的事情 然后您再继续回答问题好吗 那个 木诺老师您听见我讲话了 是吧 我可以听到 好的好的太好了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我看刚才大家很多人 都在仔细的聆听 木诺老师的讲课 那我们首先 举一下手 我们给老师鼓歌掌 谢谢老师 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能够给我们 带来这么精彩的讲座 是的 谢谢 今天是我们在开课前的 最后一次公益讲座 那我们下个周六 刚才有人问到 下个星期六的早上 九点半到十二点半 这是指的多伦多时间 是我们的新班第一次课 然后我们接着呢 以后就固定在 每个星期六的早上 九点半到十二点半 一共呢 我们是七次课 这是木诺老师的上课时间 一共是二十一个小时 那木诺老师的简历面试课程当中呢 最重要的就给大伙呢 从中到尾 把简历的事情 把面试的事情 这将是一个 终生受益的一次课程 然后呢 我们将清晰的了解 我们如何写出 我们的精彩简历 如何来应对我们的面试 如何通过哪一些渠道 来发送我们的简历 如何呢 这个在职场上 能够呢 展示出我们的价值 所以呢 其实木诺老师带给我们的 不单纯的是一个简历 面试的课 某种程度上呢 是我们最重要的 介入职场的 这样一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训练 所以呢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 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跟着木诺老师呢 在疫情期间 学习这样一门特殊的 特别实用的一个课程 刚才已经讲到了啊 我们呢 这个课程已经 今年是我们的第二十期 第二十期 那我们前面 十九期的学生呢 我们基本上呢 平均就业率是 百分之八十以上 只要坚持找工作的 那我特别感动的是呢 木诺老师呢 他为大家 即使是以前毕业的老学员 在他的学员群里 有任何问题 他都知无言 言无不尽的 回答问题 所以木诺老师呢 被誉为面试女神 被誉为呢 最懂面试的 知心大姐姐 是有原因的 所以木诺老师 是情商极高的一位老师 也是身受广大学员 爱戴的一位老师 是我们值得认识的一位 在职场上 终身受益的 良师益友 因为大家呢 第一步是进去 进去游泳会发现 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 挑战和矛盾 那我呢 等要来处理 那木诺老师 作为一个资深的猎头 会告诉大家 最好的应对 北美职场的 各种情况 所以希望呢 这个课程呢 能够在 我们一生的职场当中 不断地 都会对大伙有帮助 所以第一件好事情呢 要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我们正常 木诺老师的课 是一年内免费重听 但是呢 我们只有在疫情期间 报名的小伙伴们 因为我觉得呢 疫情期间呢 能够坚持学习的人 都是对自己呢 有追求的人 都是对自己呢 有要求的人 我觉得要鼓励 我们大家来学习 所以我们是给大家 两年免费重听的机会 也就是说 这一期报名的学生 有可能将是木诺老师 唯一的一期 第二十期 可以享受 两年免费重听 因为木诺老师呢 每一期简历面试课 都会针对当时的情况 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像这一次呢 他会增加一些 失业期间怎么办 然后接一些新的内容 那我们呢 小伙伴们 也就是说 在接后的两年 我们不是单纯 报了一门课 而是接后的两年 都会有一位职场上的 资深人士 然后呢 可以呢 这个免费跟着来听 另外呢 我也特别特别的 这个感谢木诺老师呢 和学校 共同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以前 木诺老师班的老学生 哪怕已经过了 一年免费重听的期限 疫情期间呢 我们给大家 一个特殊的 一个礼物 就是说呢 也可以回来免费重听 然后呢 唯一希望呢 我们的老学员 帮助我们转发一下 木诺老师的海报 转发一下这个好消息 好吧 在群里的老学员 给木诺老师举一下手啊 这个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有老学生说 谢谢校长 谢谢老师啊 这个 所以可以感谢一下老师啊 我们有这么 这么这么好的一个决定 好的 那我们这门课程的价格是多少 一定有小伙伴们来问了 这么好的课一定要参加 那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我今天送给大家 最大的一份礼物 就是我们这个课呢 在过去的四年多 我们已经是五年多 一直都是1280加税 然后呢 1450的一个收费 然后呢 但是我们只有疫情期间 报名的学员 享受一个接近半价 就是699加税 木诺老师的课 699加税 21个小时 免费从听两年 哇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 基本上是办公意 想奉献一下给大家 好吧 所以呢 不需要多讲了啊 非常感谢老师们啊 要报名的小伙伴呢 我们现在就报名了 刚才其实呢 孟大老师讲课期间 已经有两个学生呢 微信转账给我了 然后呢 也有两个学生打电话来 给学校讲呢 我要报名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 打电话给学校 416-666-51888 然后呢 这个远程刷卡 或者EMP转账 Maria孙爱的VICcollege.com 然后或者呢 这个大家现在就可以 拿起手机来 找一下我们 大家啊 特别特别简单的方法 然后大伙可以呢 找一下 就是现在啊 拿起手机 找一下这个屏幕的 右边的 右边我们有一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呢 就是我们支付宝 或者是微信转账 找进去以后呢 大家输入699加税啊 这个数字是 多少 我来看一下啊 699乘上1.13 然后呢 是789.87 然后呢 就直接可以支付了 好吧 这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如果大家呢 想付人民币啊 这个就是 3996点人民币 3996 也可以加一下微信 就是Maria孙VIC6 然后也可以 好吧 所以我们有四种付费方式啊 亲爱的小伙伴们 如果大家呢 有更多的问题 或者需要呢 一对一的咨询一下小助手 就是加一下我们左边的 有一个二维码 就是这个二维码啊 左边的 然后在木南简历面 是金华班旁边 这是Sharine 是木南老师的美女小助手啊 这个她呢 大家把名字电话 email地址留给她 找她报名就可以 好吧 所以我要讲的就这么多 就是给大伙来介绍一下 我们木南老师的这个背景 包括这个课程 我们这么多年 为之骄傲的一个就业率 然后呢 包括疫情期间呢 给大家送来的一种 特殊的温暖 两年免费重新 另外呢 我们的客价699加税 然后要报名的同学呢 我们就是远程刷卡 打电话 或者emt转账 或者呢 直接扫这个 左侧的支付宝微信转账 然后呢 或者是加微信号 MariaSVIC6 然后呢 安妮已经在 chatting里边打出来了 安妮给大家打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 在车上面写的 还是那句话 疫情期间呢 有人虚度光阴 有人呢 更新迭代 永远这个市场 都是这样的 会有人找不到工作 也一定呢 多么多么差的年纪 会有人找到工作 区别在哪 很简单 就是呢 我们对自己 有多高的追求 我们对自己 有多自律 那我们呢 能够改变 我们自己的 一种状态的 最好方式 就是学习 学习是应对 未来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 打开胸怀 潜下心来 然后安安静静的 利用疫情期间 跟着木楠老师 扎扎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 学会简历和面试的课程 21个小时 七个星期 我们一路走来 共学共进 希望呢 七周之后 疫情结束 春暖花开 我们可以面朝大海 然后呢 开始去寻找 我们的第一份专业工作 我们成功的 get the 梦想中的 找到梦想中的 拿到梦想中的 找到梦想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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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给大伙一个真诚的祝愿啊 好的 这个安妮已经给大伙讲了啊 每个周六 下个周六早上 9点半到12点半 那我们呢 这个 每天早上 我们都会在 注册学员群里 给大家呢 发我们的远程号 所以呢 大家首先成为 注册学员 然后呢 拉到我们神奇的 注册学员群 感谢梦想老师 过去二十期 每一期学员呢 她都用心 在维护那个群 她都给大家 及时的 回答问题啊 好的 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 要报名的小伙伴们 可以呢 打电话 远程刷卡 EMT 或者是直接微信 转账都可以 可以参加一下 我们的课程啊 这个 来跟着梦想老师 把简历面 是精彩的课程来学完 那下面 孟南老师 您看 那个 亲爱的小伙伴们 孟南老师 您看 您看您 还有一些问题 要回答 也可以给大家 再继续回答一下问题啊 要报名的同学呢 可以报 报一下名 然后在 注册学员群里边 孟南老师 一直都在 然后大家呢 可以在那里边 然后呢 已经报名学员 可以在那里边 问一下问题 都没有问题啊 好的 那我们最后 孟南老师 是不是大部分问题 已经都回答完了 可以上课 你们直接打电话去 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我前 我跟校长提出来了 因为我这一期 可能会跟以前 我们讲的这种 求职的方式 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呢 所以说这个 我希望就是 给我以前大课 所有的学生 自己一个福利 然后刚好 也是我们自己的 我自己开课的 五周年呢 这个 我们一起 这个共度 这个疫情 如果你以前 是我简历面试 在过去五年当中 报过我大课的学生 给尤德利亚打电话 他们全都有 过去的这个record 然后呢 就会把你拉进 这个正式报名的权利 这个 之后就是 从下周六 九点半上课 然后 我再回答一下 这个 有同学问说 国内11年的会计经验 没有当地 是应该先学会计 还是应该是 如何学习简历 这个呢 其实我不得不说 我曾经见过 从中国来 就是做中文的会计 然后这个 他到了这边 很多这个APAR 和会计软件的使用 是有一定的相通性的 所以呢 这个东西 真的取决于 你的这个英语的水平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水平 本身会计这个工作呢 对英语 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我猜想在国内 你做的日语会计的话 那肯定也是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通常都有一个 global的standard 很有可能 你现在的会计经验 已经足以胜任 加拿大一个初级的 小公司的会计师的 这个经验了 我认为眼下 可能你需要学的是 加拿大如何写简历 找工作的方法 然后你的这个经验 如何在一份英文简历当中 去体现出来 有同学问 一次几个小时 每周六的九点半到十二点半 是三个小时 离开职场的妈妈 重返职场 这个不用太担心 然后因为其实 我有很多的学生 是这个职场的妈妈 这个加拿大的文化 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对女性 为家庭所做的贡献 是有很高程度的认可的 在过去十年当中 你做这个全职妈妈期间 肯定也说实话 organize这个 每天小朋友的schedule 这个可能比一份职场 九到五的工作 还要不容易 所以其实你过去 做的一些volunteer啊 然后很多其他的事情 也是可以在这份 简历上体现 但是在面试当中 真的就可以直接告诉他 我就是过去十年 没有这个工作经历了 但是呢 也要就是这份简历上 更重要的是体现出来 你已经ready for the job market了 然后呢 你也有相应的skill set 然后体现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更多的是 根据你自己个人经历的 编排这份简历 然后呢 对于雇主 对于雇主来说呢 这个我们其实 请人招聘的时候 你需要给自己一个定位 比如说重返职场的第一年 或者是第二年 不要定位太高 可能我们就申请一个比较初级的职位 然后不要挑薪资这些 然后当你有了真正的职场 工作经验 然后那个再开始定位自己的下一步 报大课之后 会不会针对每个同学的简历面试辅导 这个课程呢 整体来说都是讲的 然后但是 我会不会给你亲自改简历 其实也回答刚才 之前那个同学 我是从来不会给学生亲自改简历的 为什么 我认为帮你改简历的人 你出去可以花几十块钱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更多的传授你的是方法 make sure 你这份简历写到了符合照market的要求 你投递出去的简历 可以拿到interview 然后呢 make sure你知道这个方法如何使用 更多的是把这个方法 把这个资源给你 而不是说你发给我一份简历 我就上面去给你修改 当然我在每节课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部分时间 会选学生简历 每个人的简历都会被讲到 作为sample来讲 就是你认为你写的好的简历 我会给你标注出来 存在的问题 就是去critique你这个 但是你要根据我给你的feedback 自己去做修改 中年人学新技能 然后某些领域 十年能申请吗 绝对可以啊 因为这个所谓的职场经验 senior和junior 是以你做那个领域的经验来说 而不是以你的年纪来说的 你这么说吧 blockchain才发展不到几年期间 很多就是过去有20年 30年工作未养的人 现在进入blockchain 他们也是一个 junior的blockchain developer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有很多新兴的领域 然后他们是非常欢迎 这个不同技能刚学会的人 然后入行的 跟年纪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而且国外的这个职业生涯 非常的久 他从我们很多人是23岁25岁进入职场 到65岁退休 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的话 那咱们俩就是同龄人 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年人 那我对我自己未来的职业诉求 是不是觉得说 我现在在一个大公司做director 就已经职业走到一定的领域 我就没有更高的追求了 当然有 因为我的职业生涯还有30年 其实在这个30年当中 我还是一个baby 所以我不认为说中年人 那你就是已经走到了你的这个curry peak 然后就要走下落这段 事实上你换一个行业 学习新的技能 还有可能实现更高的职业诉求 OK 有一个Lucy同学 刚才已经举了几次手了 他问就是现在被lay off了怎么办 lay off呢 我认为你不应该被动的等待 虽然经理说 有机会会尽快把你召回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机会究竟存不存在 所以对你来说 你跟真正的失业是一样的 也许你现在开始学好技能 重新找工作的话 会找到比原有更好的工作 那你就不用再回原先的公司了 这个你现在没有任何的promise 是一个hundred percent 你也不知道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 所以这个我认为你不需要纠结 在现在公司会不会把你请回来 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全新求知的领域 也有了工作经验 那我们就找一份新的工作就好了 有同学问我出 对一对一的帮助有多少 我会每周呢 会有assign一个时间 在online去给大家答疑 然后我们也有大课 报名的群里边 你们回答的问题 我都会一对一的解答 但是不会给你们亲自改简历 这是我刚才说的 面试呢 有一些学生的面试 我也会辅导 当然就是你 比如说你每天要 这个做的pre-screening recruiter这种简历 我在课上全都已经给你讲到了 你非常重要的面试的话 我也会给学生有相应的辅导 然后有同学问我说 媒介情况非常了解 成功案例 然后呢 一对一了解 customize这个 等待 OK 这些这都是我会 学生做到的 关于就是这个 通常在我的课上 回来做经验分享的同学 你们会发现 他们的这个case呢 没有一对一的辅导 是不可能解决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这种课呢 其实是有一个 招生名额的限制的 我永远都是跟校长说 这个课上不能招 超过50个人 那往往就是人数多了 就没办法给学生 做到一对一的辅导 所以我们经常就是 每一期课都有一个 人员的限制 而且会根据我自己的schedule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期课 只招20个人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这段时间 我不说说 疫情当下 我其实待在家里的时间 比较多 然后呢 公司主页 Footime那边 没有那么忙 那我们就说 OK这一期就是公开的名额了 包括我以前 那个上过我课的学生 我也欢迎他们 回来继续听我的课 其实是根据 我们自己的人数 我当然是希望 我们这个 每期课程的这个人数呢 都不要太多 30个人是最好的 然后这样每个学生 都可以 有非常详尽的 一对一的辅导 这个 所以说 你只有真正的 来体会一下 我觉得这可能是 你知道这种特殊的 授课的方式 给你自己个人的帮助 我们其实 通常每次的 那个第一次课 你还可以试听 就是下周的 9点半 有半节课 前半节课 你是可以试听的 大概了解一下 我授课的方式 看看这种方式 对你来说 适不适用 OK 我好像大概 在Zoom上这个问题 大概都回答完了 大家了 我们呢 现在是有一个 并没有报名的 就是还 我们有两个群 一个是正式报名的学生 这些学生 我已经开始 在开始做 一对一的辅导了 还有一个呢 是那个 木南 那个威克面 威克堂的那个群 然后现在里面 有二百多个学生 我觉得你们应该 先进群 这个群里呢 很多同学问的问题 然后我也回 我在都在反复的看 然后再回复 那个有同学问之后 有没有回放 会有的 通常我的每一讲 然后几天之后 学校就会整理 今天的这个面试 放到YouTube上去 如果你们只是 听到了今天的讲座 错过了前三讲的话 还都 现在都可以在 YouTube上面找到 包括我以前 在课堂上 其实这个Zoom讲课呢 也是今年 这才开始 特殊的情况 才尝试的方法 然后呢 在之前 我的那个YouTube上 也有很多 我公益讲座的面试 你只需要说 我的名字 木南 简历面试 然后呢 都可以找到 这些都是 开放的资源 有一些同学 可能说 我需要更系统的 大课 那你欢迎你们 但是有的同学说 我只是听听 我的各方面内容 都已经懂了 我只是需要 重新review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技能 那可能在过去的 那些大课当中 已经听完这些内容 已经足够了 好吧 今天的那个内容 就到这了 大家如果进群之后呢 我会之后 继续在群里面 回答问题 哦 我再回答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这个同学说 中年人来说 Chain Industry 可能面临的不是技能 拿到工作之后 工作量和特点 必必能适应 说实话 我不 我不这么认为 这个 我今年 我不得不承认 我是八四年 我三十六岁 身边有很多 我的朋友 四十六岁 大家还都算职场的中年人 我不认为这些呢 会挡住你未来 这个在一个职场当中成长 很多 这些都是 给你自己 给自己设置的障碍 当你真正尝试了 你才知道 哪些困难是可以克服 哪些困难是不克服的 当你还没有尝试之前 就已经想了 说我未必能适应 那可能 你需要做的是职业转型 找一个自己能适应的领域 我们这个职场 很多人都是工作 六十五岁才退休的 没有多少人到四十岁说 我就高枕无忧 待在一个行业 准备退休的状态 甚至五十五岁 谈退休都太早了 那个 当然可能每个人的 这个经历和状态不一样 我觉得大多数人 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吧 那个好 那请大家进群里面提问吧 这是我回答的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也希望明下个星期六的早上 九点半 可以在这个我的大课上面 可以见到你们 那就这样